她每天都被人抽出十惊喜 只因她的血液可一百病 而身患重病的妹妹也借此来续命 当妹妹大病出狱便想着将她残忍杀爱 她不明白 身为丞相组千金小姐 为何要受到这般对待 想起被囚禁折磨的十年 她心如死灰 眼见利刃就要落下 她没有选择挣扎 反倒觉得这是解脱 此时屋外一阵雷声响起 她的眼睛中散发着血红的气息 就在这时她突然起身 地板抓住即将落下的手腕 如母满脸震惊 刀划在如母脖子上 并嘲讽道 要死的是你 而妹妹却在一旁吓得赶往后腿 她步步紧逼 缓缓朝妹妹走去 脸上挂满了冷色 并且眼神中透露着杀影 妹妹此时被吓得浑身 哆嗦慌忙求饶 小月 对不起 我根本就没想杀你 都是如母教唆我才一世鬼迷心悄 而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这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站在这里的不是你原来的姐姐 而是玄陵家族的继承人 慕幽月 这时屋外听到一阵动静传来 她轻叹一口气 随后一缕清烟化成鬼影 朝众人喜去 侍卫见此丢下武器 慌不择路地赶忙逃跑 随着府内传来阵阵哀嚎声 慕幽月也成功逃了出来 眼下伤势严重 她只好先运功修复 因身体太过虚弱 直接一口鲜血投出 这是一个人影缓缓走来吸引她的注意 可下一秒却突然出现在她的面积 当看清此人的面目后 她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 瘫倒在地 刁蛮千斤身患恶极 就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而她只看了一眼就说出病因是不韵不悟 随后便给出了解决方法 吊在猪窝里先养一段时间身体 就在刚刚 慕幽月躺在树上回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影 当时她为了逃出成像组 身受重伤瘫倒在地 好在被一名路过的神秘男人扶起 并且为下一颗丹药 这丹药可帮你虚命三日 能不能活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 这三年中她对那个男人总是念念不忘 她究竟是谁 救了自己后又去了哪里 这是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 女人骂骂咧咧地从车上下来 爹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穷乡屁壤怎么可能有神医 进到院内她大声呵斥的 你是谁 赶快让你们的神医滚出来 慕幽月仅是瞥了一眼便说道 我就是这里的大夫 上书府的千金若不是诚心求医 那就请回来 敢这么和本小姐说话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你们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死 慕幽月淡淡地喝了口茶 我气这么大怕是因为不孕吗 臂旁的陆勇会听后不禁赶叹 果然是高人 竟然一眼就看出女儿的病情 随后便赶忙推扫着陆妙龄上级 快坐下让神医瞧瞧 慕幽月故作高深地给陆妙龄把个脉 小姐之前患过重病虽然已经痊愈 但肺腑的损伤是难以修复的 加上平日理养尊处优体质虚弱 反倒不适合受孕 想必二位之前也试了很多办法 也应该知道吃药条理的作用不大见效应 刚好我这有个速成的办法 就是过程煎熬 不知二位可愿意试 陆勇会听后满脸心细果断答应 当然愿意 现在就可以试 慕幽月起身让陆妙龄跟过来 此时面纱下的嘴角已经悄悄扬起 片刻后二人便来到了朱俊 紧接着让李沈帮忙把陆妙龄的双脚捧 见陆勇会一脸担忧 李沈也解释道 小姐就是平日理过得太精致 神医这是在帮他快速接地气 忍一忍就过去 看病的哪有不受罪 待到准备完毕后 慕幽月用力地拉着绳子把陆妙龄掉了几 被倒掉的感觉让他浑身难受 下面更是有一群猪仔直溜溜地盯着自己 甚至还有猪仔友好的向他填脸示好 看到这慕幽月不亦乐 将手中的绳子松了许 陆妙龄直接半个身子趴在猪窝里 而下半身却还在半空中掉着 此时慕幽月一脸戏谑地看着陆妙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女儿被人囚禁在自家后院十年 可父亲却丝毫没有察觉 他以为他早已丧命在当年的火灾之中 就在刚刚 慕幽月摘下面纱露出了真实面目 并且嘲讽到 嫁给昆王这么多年了还没怀上来 陆妙龄听后气地咬牙切齿 身上的秘密被他知道 要是传到太后那里后果不堪设计 而这时的陆永慧也迷离呼呼地推门了 陆妙龄赶忙说道 爹 原来刚才的饭菜里下了药 看来这一切都是早设计好 随后他拔剑就要斩向慕幽月 就在这时 一阵呵斥声伴着推门声而来 此人正是大宣朝丞相 慕昭辉 也是慕幽月的父亲 陆永慧你可真是能耐了 我相府敌女被你藏匿十多年 你刚才还差点对他动手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休想动我女儿一根寒毛 之前的血债你们必须尝我 地旁的陆妙龄听后很是恼羞 关键时候丞相竟然来了 看来孽口的事又得同长计议 紧接着他便上前说道 丞相大人还是说话小心点好 你想让本王妃的家族血债血偿 看来是完全没把昆王殿下放在眼里 昆王算个球 我不管是谁 只要动了我女儿这件事就没我 眼见说不过慕昭辉 陆妙龄抓着父亲就要溜走 他挥手撒出一团金色粉墓 紧接着二人便消失在烟雾中 慕昭辉不惊气地破口大骂 等回到京城再收拾他们 慕幽月听后扑翅笑了 老爷子脾气还挺暴躁 这时慕昭辉突然一把泥涕一把泪地开始吐死 可怜的宝贝 是爹对不住你 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你和你娘一样 死在了那场大活里 是爹没用 没早点发现你被他们藏起来 让你白白瘦了这么多的苦 田田 爹和哥哥们都盼着你早日能回家 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吧 慕幽月听后很是崩溃 自己什么时候多了这个人 他刚回到家 父亲就给安排了一把个压伙 哥哥见了更是泪流氓 只因他从小就被人拐走囚禁十余年 带到安排好慕幽月的衣食住前 慕香满脸明晨地将二哥喊问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进度怎么样 我敲摸混进陆府从下人口中才问住 妹妹是十年前被陆勇慧抱过去 她对外说是在外面挤到一个公寓 当时妹妹还昏迷了好几天 醒来后就被安排到陆妙龄的身边 还有就是陆妙龄从小生换养子 但自从妹妹在她身边之后 她的起色就逐渐好转 慕香文言暴怒 我的女儿在家宝贵的不行 陆勇慧这老王八竟然用我女儿的血来救他女子 整整十年 女儿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受 我们却毫不知情 这陆家必须要血债血 你先去陆家找人制造点麻烦 不曾想这一切对话都被闹祸的慕幽月听 半个时辰后 几人便来到餐厅迎接三哥回家 而这时三哥也刚好赶 他现在是太医院复院吧 抱歉 今天看诊的张大人染了肺劳 比较麻烦所以回来的时候耽误了时间 慕幽月不禁佩论 费劳在古代是不治之症 他竟然有办法治 难怪这么年轻就在太医院认识 三哥此时想牵住慕幽月的手 可没想到慕幽月却下意识地将手搏起 三哥见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一阵沉默 或许是多年未见的兄妹之间感情生疏了 随后他拿出妹妹小时候喜欢吃的信用 为了这个他还特意把年货子拿下 只想着有朝一日妹妹回来还能再吃到酒 慕幽月备受感动 拿起一颗放入嘴角 没想到竟然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一旁的三哥见妹妹开心 他也不禁想起而时的美好时光 如今妹妹终于回来 我们兄妹一定还能和从前一样 他温柔擦去妹妹脸上的藏杂 并轻声说道 家里有了事 别吃那么挤 这时的慕幽月也放下心中的借骨 满脸开心地说道谢谢三哥 一旁的父亲见此也是试的呢 家人团聚真是太好 这时二哥问你 这么好的日子怎么不见大哥和小四 没想到父亲却一脸嫌弃 你以为他们都和你一样随叫随道 小四那边有公务处理抽不开身 但我已经传书把妹妹回家的消息告诉她了 而这时却有侍卫传话 老爷 费小姐了 父亲听后心里不惊异 这个养女真会挑手 竟然偏挑这个接骨眼 失踪多年的千金重回家中 可妹妹确气地咬牙切齿 只因她是丞相收留的养女 就在刚刚 一家人准备聚餐庆祝慕优月的归来 可养女这时却突然不合时宜地等 她装作满脸开心的样子问候着 二哥三哥也回来 但二哥却一脸嫌弃 谁是你二哥 我跟你可不数 紧接着养女转身问向慕优月 这位就是月姐姐吧 可慕优月却丝毫不予理会 反而低头沉默不予 霸道习惯的她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随后便问道 听说月姐姐被拐卖到香香 如今可算回来了 地旁的沐相倾可两声 这人怎么哪胡不开提脑 月姐姐以后我们俩姐妹就可以作伴 平日府里就我一个女孩挺无聊的 慕优月听后依旧沉默不予 只是端起茶杯淡淡地喝了一口 慕香怕她生气便解释道 妹妹是副管家的女 去年副管家去世我就收了瑞儿当一名 瑞儿 没事的话你先回去吧 她今天刚回来我们有好多话要说 文言妹妹脸色异常难堪 但为了颜面也只好先行告读 出来后她怒骂道 不知好歹的村姑 身为慕家千金一点规矩也没 长得跟狐狸金色 刚回来就让义父和两个哥哥对她如此贴心 我虽然不是丞相的亲女儿 但也是这府里名正言顺的千金 五年前要不是我爹舍命相救 哪有幕府今日的荣光 这里的荣华与地位都是我该的 谁也不能夺走 这是一旁的侍女安慰的 小姐 老爷还是对你很疼爱 不必担心将来会失处 瑞儿文言怒斥道 婢子 这里轮不到你一个奴才说话 就算她慕优月回来了又如何 本小姐才是丞相府真正的千金 三年前男人救她幸运 三年后她帮男人解决不孕不孕 在这期间 她每天苦修医术成为神医 只为报答救命之恩 然而缘分总是不期而遇 时隔多年她终于找到了那个男人 二哥带着慕优月准备前去京城锦王府办事 相传锦王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并且担任帝师 手握百万精兵 正当她还在担忧之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只灰狼 对于从小就怕狗的她来说 这会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等等 这条狼看起来好眼熟 仿佛在哪见过 原来这正是三年前那个男人的爱处 眼见灰狼逐渐靠近 好在小奶娃及时赶来将其安抚 姐姐你下来吧 小狼不会咬你的 见此慕优月这才松了口气 姐姐是慕家那位传说中的太青山神医吗 听说你自幼就有学艺天赋 这次是医术大成才回来 慕优月很是无语 这爹也太会吹了 竟然在外说得这么玄乎 此时小奶娃东张西望 发现在无他人之后 便富尔轻声道 姐姐看病一定很烈 你能不能帮我说说看一下 慕优月当即一口答应 并询问道 要看什么病呢 小奶娃顿时支支吾吾害羞起来 就是那种 此时二人还没有察觉到身后多了个人影 慕优月一脸认真的问道 你叔叔难道也不用不用吗 这时小奶娃看向后方不禁失声大叫起来 慕优月闻声转身看去 见到此人他一脸不可思议 难道他就是叶玄景 三年前救我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他 随后慕优月轻咳两声来掩饰尴尬 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影集 真是太不幸了 后来转念一想 既然欠他一份恩情 倒不如替他治好 以后这事也算两清了 锦王 其实这方面的病很常见 若是信得过我 我可以帮你医治 此时身旁的小奶娃神情慌张 不断地扭头说道 姐姐不是那类啊 然而锦王却饶有兴趣的问题 那如果治不好该怎么办呢 慕优月闻言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有十足的把握 但除非是锦王的那里实在是 锦王此时一脸严肃 你胆子倒还挺大 总归我欠殿下一份恩情 若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肯定不会推辞 你们先慢聊 我还有时间适配吧 小奶娃摇手说道 姐姐 有空我再去找你了 慕优月听后轻笑一声 你是皇上 不必对我如此客气 不好玩 怎么一下子就被猜到 二哥得知此事满脸的震惊 随后八卦地问道 他得了什么病 我替他做事多年也没听说 他哪里有毛病 二哥你先消停一下吧 病人的隐私我不能乱说了 那好吧 既然是隐级总归事件 很私利的事情 今天来锦王府的是 回去别让爹知道 他平时就看不惯锦王 被他知道我就死定 慕优月文言不禁佩服二哥胆量 竟然还敢瞒着爹帮锦王做事 我只是想自己做出一番事业而已 在爹的眼中 我就是个附加窝囊少女 我必须要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证灵给他看 与此同时 慕相正在家门口交集等着二人回来 见到女儿回来 慕相满脸关心 快进屋吃点东西 随后便开始了疯狂投胃 这个可好吃了快尝尝 就在这时 屋外却传来声音 求神医救救我的儿子 他专制不孕不育五十年 就连村口八十岁的老奶奶都来找他看 刚开业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为了能排上队 有人甚至重金求医 连家里的母鸡都抱出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的功劳 为了让女儿能在京城站稳脚跟 他利用女儿泰青山神医的身份开了家一 慕优月得知此事 满脸开心地感谢父亲的一片恶心 这时父亲却转头说道 还是你懂事 如像你二哥整天傻不垃圾的 二哥顺势倾可两声缓解尴尬 现在门口那么多人求医 妹妹能看得过来吗 慕优月听后挥手表示 我三天坐着一次 一次只接待三个人 让他们自己摇号吧 这样不仅生意会更加火爆 并且我的名声也会广为流转 只有抽到前三个数字 我才会给他们医治 这时父亲却担忧道 如果陆家的过来看病怎么办 而慕优月却一脸无所谓 陆庙林若是敢来我就敢给他看 就是怕他没有这个胆 看着女儿离去 父亲问道 我吩咐你办的是进展如何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不用过多担心 等我把陆家这么多年 私下贪赃枉法的罪证收集完 我就要他们彻底消失在这个世上 不曾想这一切都被慕优月听到 他明白 只消失一个陆家还远远不够 此次回京非但陆家要付出代价 还有一人也绝不能放过 与此同时 外界也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毕只以为神医是个老头子 没想到竟然是个年轻姑娘 然而慕优月刚准备开始 就遇到一个难搞的客户 男人被接放邻居声称长得像条待遇 慕优月凑上前去一脸认真的左看右看 不得不说接放邻居形容的体像 还真是长得像条待遇 但出于职业素颖 慕优月还是一脸严肃的为其检查 你这是突厌症 先去楼上服药 然后再观察情况 片刻后便包扎完成 并吩咐三天后来复查 群众建议馆如此负责 也纷纷准备上前试试 而这一切都被远处的陆妙凌尽收眼底 她的秘密还在慕优月手中 绝不能让她在京城站稳脚跟 她本是皇上遇刺的神 却把男人的面瘫诊断成眼睛 只因她从业多年专攻不孕不遇 然而不出三天 男人就气汹汹地找上了脸 明明是来改善面容 那庸依非说是眼睛有问题 毕旁群众闻言纷纷指定 这丫头什么都不懂还开一管行音 这不是存心害人吗 此时二哥赶忙出来安抒大家情绪 可男人的妻子却要求道 如果今天不给个说法 他们就去京兆府上告 而这时慕优月才缓缓走出问洞 可有人碰过你的眼睛 我家老爷这两天被保护得很好 怎么可能会被碰到 我看未必如此 你身旁的丫鬟指尖还散发着药材味道 正和你眼睛中的毒一致 此时丫鬟一脸惊恐道 我不可能谋害老爷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找个灰医术的检验一下就知道 二哥文言便提出去宫内请几个太医处 过了片刻后 二哥就带着太医感写 而一旁的女人去埋怨道 这太医也是你们慕家的人 肯定不会公平检查的 本太医为陛下效力 夫人这般抵触是在怀疑天子的眼光吗 听到这番话 女人才彻底老实下子 紧接着便撑开男人眼睛 并且仔细查看丫鬟手上的残忍 不宜会检查结果变出来 确实如慕优月所说 眼睛中的毒和丫鬟手上一致 丫鬟听后跪在地上听令大喊 我是被冤枉的 这时男人才想起 昨晚纱布歪了是他帮忙给整理了些 此时女人却气愤至极 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可丫鬟扔一脸无辜表示自己被冤枉 并发誓不是他下的毒 而男人这才意识到是自己有眼眉珠 并祈求再次相救 慕优月一脸平淡地问他 你刚才不还说我是拥衣吗 刚刚是小的一时口快 还望神医大人述作 小的以后给神医当牛做马 在所不辞 见此慕优月也是大度接手 随后便用不将男人眼睛蒙住 然后用手在男人面前不停摇晃 反复确认没问题后 他双目闭合 汇聚内气形成反阵 一阵微光向眼睛飘去 男人只感觉些许疼痛 当他想要摘下面纱时 却被慕优月一把拉住 片刻后 男人缓缓睁开双眼 他激动地看向窗外 简直不可思议 臂旁众人也不禁等他 果然是神医啊 而男人此时才发现自己的面貌 焕然一新 就连结婚五十年的夫人 看见都羞红了你 群众见此纷纷跪地肯紧到 神医 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 还请神医救救我们 而刚发生的一切都被警王禁收眼底 他不禁夸赞 这小姑娘看来确实有两把刷子 这件事过后 慕优月在京城的名声更加响亮 然而角落里的陆妙龄 却气得咬牙切齿 并发誓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先把那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丫鬟给我除掉 而男人此时不断地逼问丫鬟 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终于丫鬟受不了并且交代了事情 老爷 我的阿爹阿娘都在他们手中 我实在没有办法 可就在话说一半之时 突然一发力剑袭来 紧接着丫鬟便阴生倒地没了呼吸 见此二哥也瞬间紧张起来 将慕优月死死护主 而警王在楼上看着这一切却拨拦不惊 随后便喝了口茶 淡淡地说道 半个时辰内把人抓了给慕小姐送过去 他被父亲嫌弃是个傻不垃圾的顽固子 可当发生危险时 他总能挺身而出保护大家 就在刚刚 陆庙林阴谋被拆穿 气急败坏下让人把丫鬟杀害 然而得知此事的警王吩咐失误 半时辰内将刺客抓到并送过去 众人都明白 这是摆明了有人在暗中使唤 三哥向慕优月嘱咐道 数大招风 今天只是一个开端 往后记得多留心 二哥文言一脸自豪地说道 妹妹你放心 善后的事交给二哥就行 慕优月听后也是心头一脉 虽然二哥平日像个该溜子一样不找点 但真有事了二哥还是一点不含糊 就在这时 王婆做好包子通知大家吃饭 可二哥却听到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当他出门后看到此人不由心头一惊 这不是警王的专属部位吗 他怎么在这 这人就是刚刚的刺客 现在交给你们自行发落了 真是太感谢了 这个人情先记下 改日请理喝酒 话音刚落 部位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时辰过后 沐湘得知此事也匆忙赶回府中 他气汹汹地质问道 到底是谁派你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 肯定是陆家那狗派人 二哥此时捂着耳朵说道 爹 我们不跟他废话 他既然不承认 我们直接把他攒了吧 你好歹也是沐家的少人 你那脑子里能不能装点正经的东西 而就在这时 刺客正悄无声息地将捆绑了绳子搁 当二哥发现时却为时已稳 而刺客纵身跃向空中 手握利刃朝沐向刺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沐悠跃起一缕头发 随后便轻轻吹了口气 下一秒 头发便轻飘飘地刺入刺客没心处 紧接着整个人便贪软无力就要倒下 连手中的利刃都已经掉落 而沐相也是被吓得惊魂是破 二哥扭头咒骂道 你们陆家就没有别的招数吗 整天就用这些下作手段 此时沐悠跃赶忙询问他 爹 二哥 你们没事吧 刚才多亏你及时出手 这才没有被伤到 二哥一脸诧异 刚才那条狗是妹妹出手扶持的 沐香文言一郎头锤在二哥头上 肯定是我宝贝女儿的功劳 不然还能指望你 沐悠跃听后顿时扑斥笑出了声 二哥也有功劳呢 刚才那里头发就是二哥的 二哥此时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还是妹妹知道心疼人 爹有没有受伤我不知道 但我是肯定受伤了 他刻苦学医五十年 到头来还是选择七一从五 只因学医就不了傻逼 当他提上手术刀去给仇家送礼时 却不巧再次偶遇锦王 锦王撇了一眼沐悠跃手中的刀便询问道 哪家病人这么严重 都用上这么大的手术刀 沐悠悠闻言羞愧一笑 王大沈家母猪下载 我去帮忙接生吗 正当他借此离开时 却不知身上的武功秘籍不慎掉了下来 锦王虽察觉到一样 但并无多言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远去 随后便弯腰捡起地上的秘籍 当看到书名时 锦王一脸差异 带着不孕不遇的书去给母猪接生吗 或许猪圈里还有别的母猪不孕不遇 这样看来穆小姐确实是个好大夫 想得还挺周到 然而次日一早 穆相端着甜品找到穆幽月 随后摇手是一丫鬟退醒 穆相凑近耳旁一脸神秘兮兮地说道 听说昨晚陆家又死人了 毕临火夫被人抹了脖子 并且用绳子吊在陆永会的门口 爹知道你对陆家有恨 但这次太冒险了 以后这种事情交给爹就好了 你多像你那没心没非的二哥学学 整天逛吃逛喝怎么开心怎么来 不曾想这一切都被刚赶来的二哥听到 二哥一脸忧伤地哭诉 错误了 终究是错误了 见此目优越一脸开心地问道 二哥找我有什么事 二哥此时就像村口的老太太聊八卦一样 刚听到一个好玩的消息 陆永会方才去了一趟金赵府 将家中的人命案报了上去 沐香文言气地直接破口大骂 这个臭不要脸的还敢恶人先告状 再让我见到他 我一定拍烂他的脑门 二哥继续说道 审理案件的裴大人一听此事便说 今早已经有人投案自首 并且还花牙签字 投案自首的正是昨天那个非裔人 可那个非裔人已经死了 并且被我扔到乱葬岛 莫非是哪个富家姑娘看上本少爷 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表 所以在暗中帮助我们沐家 而沐悠月文言却心头一惊 难道是锦王吗 但他没有理由帮我们 可除了他之外 好像没有别人有这本事了 三年前男人对他有着救命之恩 可他的父亲每次听闻此人都气得破口大骂 恨不得立马就要将他错骨扬灰 但在沐悠月眼中就凭当年随手赠要仪式 锦王就绝非是个恶人 相对而言 还是他身边的那条狼更可怕一些 就在这时 一道矫健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沐悠月身后 来人朝他弯腰笑眯眯地说道 沐小姐 陛下请您过去一趟 二哥听后却满脸的不属 陛下就没说找我吗 没有 陛下就只叫了沐小姐一个人 那你们赶快去吧 我就留下来善后拖着爹了 来到锦王府 老远就看见锦王坐在凉亭品查 沐悠月轻声问道 锦王可是有事找我 而锦王只是略微扫一眼 事意在走上前靠近些 可从小就怕狗的沐悠月 此时远远避开锦王的那条狼 小心翼翼地缓步上前 锦王默了默 敢独自去陆府行刺 面对我也是毫无忌惮 没想到反而对一条狼静而远之 锦王将沐悠月前一晚遗落的书籍地上 并问道 你的不孕不欲研究的怎么样了 沐悠月接过后 左看右看发现正是自己丢的那本书 这种事情不能确定只出现在您一个人的身上 闻言一旁的护卫也是极力地咬着嘴唇 生怕自己笑出声来 沐小姐真是厉害 殿下本想逗他而已 没成想把自己带勾脸 此时的锦王一脸阴沉 面色都差点崩了 护卫赶忙解释 沐小姐您误会了 咱殿下的身边就没有你了 平时连只母蚊子都不敢靠近他 锦王瞬间起身说道 你随本王进攻一趟 沐悠月满脸的诧异 你不治病了吗 锦王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反问 谁说本王有病 沐悠月此时一度怀疑人生 难不成是我误会 真正有影集的人是皇上吗 而这时 那条灰狼也睡醒睁开眼 站了起来 张着嘴边要吼一声 沐悠月见词赶忙躲在锦王的身后 锦王直接一个凌厉的眼神向灰狼瞪去 灰狼这时也是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 只敢小声地熬了一声 与此同时 宫内的小皇帝正在抱怨着批奏折好喝 企图卖萌让公公给他拿块糖提提示 皇上 锦王殿下交代 没看完奏折前您不可以吃糖 叔叔好坏 朕还是个宝宝 每天都要这么辛苦 朕好想出去放风筝 然而就在这时 赶来的锦王突然推门而入 并大问道 谁想吃糖 小皇帝泪眼婆娑地回头看了一眼 吸了吸鼻涕说道 叔叔我错了 锦王忘了眼桌上成堆未看完的奏折 毕早上才看了半个 再看两本就给你糖吃 转头看到旁边的沐悠月 小皇帝冒出一句 姐姐怎么和叔叔在一起 是正好在帮叔叔看病吗 说完又体贴地问道 叔叔的病情怎么样了 严重吗 以后还可以生宝宝吗 小奶包身为皇上却身患妻子 就连宫内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而他只是把了下脉便说出病情 这事中了昏睡骨 会让人过度陷入昏睡 直到死在睡梦之中 锦王闻言心头一惊 所说竟然和实际一致 小奶包这时叹了口气 下骨的人现在已经死 可御医说解骨还需下骨之人 沐悠月轻轻揉了揉他的脑 别担心 姐姐肯定会帮你治好 小奶包听后满脸开心 沐姐姐果然厉害 此时沐悠月叮嘱道 必聊的时间会有些久 而且每天都要喝很苦的药材 皇上一定要乖乖配合好吗 另外这段时间都不可以吃糖了 还有其他的糕点 沐庞的公公文言心头一惊 皇上从小就特别喜欢吃糖 这是皇上能答应吗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小奶包犹豫过三后竟然同意 事不宜迟 沐悠月赶忙提出 先回去准备需要的药材 当他走后 锦王故意当着小奶包的面 拿起一块甜品尝了钱 并且吐槽 真是太难吃了 随后要求公公将 所有甜品收下去扔了 就在这时侍卫突然上前禀告 因锦王前几日罢免郑将军一事 一些大臣颇有微词 正准备联合状告 而锦王只是抬了抬头 一脸无谓地说道 随着些老东西折腾去 与此同时 陆妙龄刚要进入一家首饰谱 而准备去取药材的沐悠月 刚好从他身后露骨 此时陆妙龄突然回门 见此不禁诧异 沐悠月怎么在这里 他想做什么 随后满脸阴沉地转头 向侍卫说道 跟过去看看他要干什么 他医术高明 被人称为化佛在世 但背地里却操控鬼 为了给皇上治病 他深夜独自一人来到 闹鬼的风罗山寻找药材 然而他的一行一举早被仇家跟踪 得知沐悠月刚好今晚落单 陆妙龄吩咐带着府内所有事物 今夜要彻底将他除掉 与此同时 沐悠月正忙于寻找药材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他赶忙飞身躲在一棵树上 树下陆妙龄气势汹汹地命令到 去把沐悠月给本王妃抓过来 闻言沐悠月一脸轻笑 随后召唤鬼魂出来 我没时间浪费了 你去好好招呼一下这群人 转眼 闭明侍卫正在草丛寻找 而下一秒鬼鬼突然冒出 并发出恐怖的嘶吼声 侍卫瞬间被吓得纷纷撒腿跑下山 嘴中大喊 有鬼啊 陆妙龄看向鬼影满脸惊恐 居然不是幻觉 看来三年前闹鬼的传闻也是真的 反应过后 陆妙龄慌不择路地赶忙逃跑 就在这时沐悠月突然现身 昆王妃 这么着急上哪去啊 陆妙龄刚要喊人回来 便被沐悠月一脚给踹翻 身体连滚两圈晕了过去 没了陆妙龄的干扰 沐悠月赶忙去继续寻找药材 这时三只野鬼朝向陆妙龄的身体飞去 其中一只嫌弃道 这个女人的血不纯 是杂交的 就算是杂交的血 那里面也有罕见的凤凰惊讯 说不定吸了就可以变人形了 这时沐悠月突然阴着脸出血 幽灵现在都敢行当细邪鬼 一只胆大的小鬼见此插着腰满脸心腿 今晚运气是真好 竟然还有个活的送上门 老妹 给哥一点你的凤凰惊讯 不然可别怪哥手下不留情 此时一只鱼网撒了过来 三只小鬼被牢牢圈住 必是道此人不简单便哀求道 小姐姐我们错了 手下留鬼 我们愿意给你当牛座吗 文言慕悠月只见出现光芒 那好啊 我们先结个契约 只见光芒迅速朝向小鬼额头飞去 我先回去了 你们三个留下来好好招待晕倒的那位了 虽说他的血不纯 可总比没有好 你们先凑合吃一口吧 随后小鬼纷纷朝向陆妙龄挑去 主人说的有道理 反正免费的不吃多浪费 与此同时 逃下山的侍卫带着陆勇会来到山上 突然陆勇会发现晕倒在地的陆妙龄 他赶忙将其扶起 满脸焦急地检查身体 只见陆妙龄脸色煞白 并且脖颈处有着伤痕 陆妙龄颤颤巍巍地说道 爹 这风罗山有鬼 还有 可话说一半 陆妙龄突然捂着脑袋想不起 还有什么 与此同时 沐相和二哥 正在门口焦急地等待深夜未归的沐幽域 沐相叹了口气 月月出去给人看病 都这么晚还没回来 该不会遇到坏人了吧 二哥赶忙安慰 锦王这人即使在坏 也不至于对一个女孩子做什么吧 怎么不会 如今这京城到处都是坏人 咱家月月心地善良 长得又那么漂亮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该怎么办 她是丞相收留的养女 却认为自己就是丞相府中名正言顺的千金 就连正牌千金回到家中她也吃之饮 并且还在公宴上当众羞辱 就在前一晚 沐幽月刚回到家中 父亲就告知明天太后举办百花宴 邀请了各家贵府千金 而且名单上刚好有着沐幽月的名字 沐相万般叮嘱 在百花宴上不能乱了 如果不想去我可以帮你推死掉 这时二哥凑上耳旁悄悄地说道 家里的养女明天也去 她到时候要敢蹬鼻子上 你可别给她留言面 文言沐幽月点头示意 你们放心 明天宴会我会好好守规矩 当沐幽月来到宴会时 地旁的养女便讥讽道 姐姐之前没有入宫赴宴过吧 今天可得好好跟着我 万一惹了事 到时候会丢我们相组的脸 随后大步上前 我也是收到太后娘娘邀请函的千金 位分可不比你低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及时问我 没想到沐幽月根本不搭理她 直接选择无事 见此养女十分气愤 一个在乡下待了十几年的野丫头 能来到皇宫宴会 高兴还来不及呢 装什么装 这时一旁的群众认出沐幽月 听说她就是沐神医 从小就败在一个神医门下 城南的医馆就是她开的 养女听着她们的讨论契极败坏 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有什么好羡慕 与此同时 黎家的千金也嘲讽道 什么神医 真会编故事 她从小就被拐到山沟 这段时间才刚找回来 谁知道她会不会看命 搞得神秘兮兮的 和这种人做一起真是晦气 沐幽月虽被各种语言羞辱 但她依旧不言不女 此时养女不禁胆叹 黎家和沐家向来不合 但没想到黎家千金 竟这般口无遮拦 不过跟我没关系 她只要讨厌沐幽月 我就放心了 话说这黎千金 还是沐幽月表妹 沐家嫡女出席宴会 被她当众奚弱 真是可笑了 这是黎千金讥讽道 和我们讲讲 你在乡下的故事 毕竟我们都是贵妇千金 还没去过乡下吗 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 沐幽月依旧不理不睬 只是淡淡喝了口茶 随后召唤出鬼谷 红烟过去给她好好长点记性 下一秒 鬼鬼直接张着血口 出现在黎千金身后 她本是贵妇的千金小姐 却在公宴上 被其他千金冷嘲热服 就连外公都对她恶语相向 忍无可忍 沐幽月当即召唤鬼鬼 将其教训一番 看着黎家千金被吓倒在地 沐幽月装作一脸无辜地关心道 屌妹你怎么了 没摔着吧 文言众人议论纷纷 她刚才那样为难贬损沐幽月 结果人家还不计前嫌地关心她 这黎香真是不知礼数 此时黎香的爷爷赶来训斥的 赶快下去换身衣服 别在这丢人现眼 黎将军看着沐幽月不禁感叹 这丫头和她母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原本听说这丫头死了十年 突然回来我还心存一物 今日一见这面貌的确不假 丫头 你运气不错呀 都那样了竟然还能活下来 沐幽月起身回道 谢谢外公关心 我还一直惦记着年迈的外公呢 还想着赶紧回来在您身边敬笑 今月见您这般荣光焕发 想必这些年过得很好 看来是我多虑了 黎将军文言一阵哈哈大笑 随后轻轻拍着沐幽月肩膀说道 小小年纪还是多收敛些好了 否则 小新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文言沐幽月一把将其手腕甩开 这些话如今该我说给你听才是 与此同时 锦王正在楼上观察着沐幽月的举动 见此不禁感叹 着实有趣 这小姑娘不仅沉着冷静 竟然还有御灵的本事 这时侍卫上前禀告 殿下 柔公主朝这里来 而宫宴外 柔公主气势汹汹地吵着要见锦王 得知锦王有急事处理 只好让侍卫前去通知一声 等参加完宴会再去整理 地旁的丫鬟也在劝说 公主 太后娘娘不喜欢锦王 您还是离她远一些吧 我才不管那么多 锦王必须是本公主的夫君 这时陆妙龄刚好低着头从身边录 她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便问她 嫂子 你这是怎么了 可陆妙龄却支支吾吾地表示没什么事 地旁的丫鬟却解释道 陆王妃前两天得了重力 昨天特意去慕幽月的医馆求医 但是因为没有诊号就被拒绝 柔公主得知满脸气 什么破医馆 竟然连坤王妃都敢拒绝 一个小小的丞相府敌女 她还反了天了 文言陆妙龄假惺惺道 一点小事而已 慕幽月今天也来参加百花宴了 咱们别弄得那么不好看 可柔公主却根本不听劝 刚好中了陆妙龄的圈套 气汹汹的便要前去教训慕幽月一番 此时陆妙龄一脸奸笑 柔公主自幼被灌得无法无天 慕幽月今日就算不死也得脱层体 而慕家的丫鬟刚好看到这一面 赶忙就要禀告太后 太后得知此事很是气负 这个陆妙龄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哀家今天倒要看看 谁敢动慕幽月的半根毫毛 随后便吩咐一旁的摩摩 当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慕幽月时 她却坐怀不乱 反将全部危机都一一化解 可柔公主这时却坐不住了 表面起身洋装进太后一杯 但脚下却故意不小心崴紧 为了就是在太后面前摔倒引起她的注意 随后装作一脸痛苦的扑喊道 母后儿臣脚扭了 好痛啊 太后见词赶忙换人去传太医 可她却很是低落 不用了 等太医过来还要好长时间呢 再说了 我们这里不是刚好有个县城的大夫吗 慕幽月 你不是会医术吗 还不赶紧过来帮本公主揉揉脚 文言慕幽月很是无奈 本想老老实实参加个宴会 到底招谁惹谁了 太后不禁疑惑 慕幽月又何时惹了柔公主 也罢 正好趁机可以试探她一些 早就听说慕幅千金医术过人 还被京城百姓誉为太青山神医 不如借这个机会让哀家也见识见识 真是好手段 旁人都在这看着 要是拒绝了面子怕是过不去 随后行李道 感谢太后抬举 门给柔公主看诊 是臣女的荣幸 既然你们没完没了了 那我可得给你好好制止 正当她上前准备给柔公主揉脚时 这时房门却被一把推开 只见众多侍卫突然闯了进来并喝尺头 且慢 都别动 太后见此勃然大怒 文统领 哀家在这里举办板花宴 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禀告太后 宫内混入可疑的刺客 卑职奉令前来搜查 毕生令下 身后的侍卫纷纷散开 并且逐一检查 然而一旁的沐家洋女 却满脸嗖心 眼看沐优越就要出丑 怎么偏偏来的检查 太后虽表面气愤 但心里却不经营误 侍卫这个时候出现 是不是太巧的一心 而陆妙龄这边 正装作满脸的关心 公主你没事吧 此时昆王突然赶嘴 骂骂咧咧道 陆妙龄 本王一天天给你脸的事吧 陆妙龄满脸紧张 昆王垫醒 你怎么来了 身为本王的王妃 半夜晕倒在郊外野山上 肯定是出去私会奸夫了 怎么不说话 你这是心虚在装哑了吗 要不是有人报信 本王只怕还被蒙在鼓里 身后的柔公主也在劝道 昆哥哥 嫂子不是那样的人 本王的家事用不着你 你给我闭嘴 紧接着昆王一把拽住陆妙龄 便离开 沐优越心里清楚 是太后派人传话给了昆王 他看向太后轻声道 谢谢姑姑 不用谢 京城人烟混杂 宫内更是吃人不突骨 你身为相府敌女 将来免不了时常进宫 到时万事都得小心点 文言沐优越赶忙行李感谢 并且心中暗自发誓 即是成了他们的偏爱 我也理应守护好这些家人才是 本是附加千金聚集的宫宴 却暗藏刺客 当所有人都不得离开 要例行检查时 他却被告知景王殿下有请 此时沐优越才明白 难怪说突然闯入刺客 原来是景王借口想见面 与此同时 景王和小皇帝正在皇宫内办公 这时小皇帝埋头看奏折 看两行奏折就偷偷瞄一眼景 见景王注意力不在他这 随后便伸手朝向高点伸去 此时一阵呵斥声传来 一步称骂 小皇帝生怕高点被没收 赶忙抓起塞入嘴巴大口嚼了起来 景王怕他撑着 满脸嫌弃地端起茶壶到了杯水 然而就在这时 沐优越突然推门而入 与此同时 刚递到小皇帝面前的水杯 也被景王抽走 调转个方向放到其手边空位上 沐优越进来后 朝小皇帝招呼道 见过皇上 小皇帝摆摆手 沐姐姐不用客气 景王垂眸倾笑 手指倾扣旁边空位 示意沐优越坐下 见此沐优越点头轻语 多谢景王 随后顺势坐下 然而刚坐下就发现 竟然连茶都备好了 想到百花宴上那些甜腻的花茶就反味了 于是自然而然地端起 将这杯清茶一饮而尽 小皇帝委屈得扁底 叔叔真是偏心 给姐姐倒水喝 却不给他喝 紧接着沐优越从袖口处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药材 往后一天一包 需要连喝半个月 并且我要在现场看着 千万不能少喝或者不喝 小皇帝看着这一大堆药材双手捂住 这么多呀 景王凉凉地扫了意 点心不怕多 是要就闲撑啊 小皇帝扭头拿起奏折开始赌气 叔叔就知道欺负我 大坏蛋 地旁的沐优越此时开口道 今月多谢景王解物 这个人请我记下 景王一副质若罔文的样子 顺手之势 不足挂齿 文言沐优越不由多看了他几眼 看他这个态度 恐怕三年前赠要仪式也是顺势而为 难怪之前见面说记不懂 景王此时也感觉到沐优越的目光 抬眼望去 你怎么一直盯着本王看 沐优越也是时序地顺着画背包 因为你长得好看了 多看两眼连心情都变好了 景王看向他的脸 果真是敷眼惯了 夸人的时候都不带看一眼 这时景王格外好心地又递了杯水过去 此次入宫帮小皇帝送命 真是有劳你了 沐优越端起水杯刚喝一口 余光瞥见一样 只见殿内侧房走出来一个东西 神色一变 迅速放下茶杯 随后立即起身往门外跑去 景王若是没有别的分子 我就先走了 再见 景王皱起眉头冷冷地瞪了一眼 为了 狮狼一脸猛 主人 天地良心 我什么都没敢 是他自己跑掉的 不光我事 与此同时 沐向正呵斥养女 宫内出现刺客 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你姐姐上哪去了 杨女心中不惊胆叹 如今我能被太后邀请赴业 总算是站稳脚跟了 这次沐优越要是真被刺客弄死才好 不巧沐优越这事刚好尽门 爹 我回来了 见到沐优越安然无恙 沐向顿时松了口气 我的宝贝啊 你可算回来了 真快把爹给吓死了 旁边杨女看到父女情深的画面 喉咙好像吞了一只苍蝇不上不下 立父 月姐姐 那我先回去休息 片刻后 父女二人闲谈结束 沐优越刚走到院门口 便发现杨女就在那里坐着等她 随后轻笑一声 看来她这是终于坐不住 她本是贵府的千金小姐 却被家中的杨女蹬鼻子上 然而对此她却异常平淡 因为山姬永远成不了凤凰 可杨女依旧不依不饶地放肚 你别得意太早 沐家千金的位置早晚是午 文言沐优越轻坑一声 手指辅在杨女的发丝 听我多年的学艺经验 你脑门上似乎有个大坑 说吧沐优越迅速转身 并抽下一缕发丝 等你有空可以来我医馆的堂 我给你开个后门 好好治一下 杨女摸着脑勺一脸吃痛的沐似的 沐优越你给我等着 这时一缕发丝趁杨女不注意 悄无声息地钻入了她的膝盖 随后杨女跌倒在地 只感觉膝盖处扎心般的疼痛 见状一旁的丫鬟赶忙上前 为其检查膝盖处 当她从杨女的膝盖里抽出一根发丝后 脸上更是挂满了恐惧 这么软的头发丝 究竟是怎么穿透膝盖的 鼻下伤了两个膝盖 恐怕得躺大半个月了 小姐是不是得罪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与此同时 沐优越医馆坐整个日子到 正准备出门去医馆时 刚走到客厅便听见沐象在一旁念头 这蕊儿就算是受寒了 也不至于突然两条腿都动弹不得 说完沐象转身 见到沐优越便问她 宝贝你了 你知道蕊儿的腿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而沐优越只是随口淡淡地回了去 缺盖了吧 闻言沐象一脸灰意的点 原来是这样 等沐优越出了门后 沐象诧异地挠了挠头 等等 缺盖是什么意思 片刻后 沐优越刚来到衣服 地旁的李婶便凑了上来悄悄说 今天有位贵客要来 没多久陆妙龄便推门而入 此人正是李婶口中说的贵客 今天的陆妙龄倒是不同于往日般招眼 举止格外地柔弱 并且一脸的病气 此时陆妙龄直接在沐优越面前跪起 泪眼婆娑地哀求道 优越 对不起 请你大人有大量救救我 沐优越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好家伙 叠得不行 能屈能伸道是一把好手 此时陆妙龄开口道 都怪我鬼迷心窍听了如母的缠言 这三年来 我每时每刻都在唱 你陪在我身边十年 我们情同姐妹 后悔不该那样对你 当时在小村庄医馆见到你还活着的时候 我确实心虚过 那是因为我对不起你 但也很高兴你还活着 这也是给了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文言沐优越轻轻一笑 既然把戏唱得这么久 我怎么也该配合一下才行 于是沐优越上前扶起陆妙龄 并顺着话说道 我其实早就知道了 听我们十年的姐妹之情 那晚上肯定不是你的本 你也别跪着 快说说今天来找我是看什么病 文言沐优越把自己衣领掀开一心 只见几条线丝从脖梗处 避直到了胸口那里 沐优越装作一副眉头紧索的样子 这恶机怎么又复发了呀 陆妙龄眼含泪水 又顺势跪了下去 优越你能不能再帮帮我 这时李沈突然端着一碗清水走出来 沐姑娘都准备好了 文言沐优越直接拿起一根银针刺进指尖 陆妙龄见到这熟悉的动作 激动的心花怒放 随后沐优越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钻起碗并避了过去 陆妙龄接过后 毫不犹豫的一饮而尽 我的好姐姐 这次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按照惯例 我七天后再来找你 沐优越点了点头 我的好妹妹啊 用不着那么客气 七天后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在陆妙龄走后 沐优越一脸严肃 你的病只有我才能治 之前的事我就不计前嫌了 为你准备的厚礼还在后面背着 神医帮他治疗恶极不惜以血为一 可他非但不感激 反而心生胆怨 待到痊愈后 必定要将其心脏挖出 但沐优越却早知他生性恶 所以留了一手 他拿起手帕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手指上光滑无比 并且毫无任何伤口 地旁的黎神也被逗笑了 用帝王蛇的毒洗 充当你的凤凰精血来做药业 这下有陆妙龄好受的 文言沐优越一脸得意 我被他折磨了十年 哪能就这样放过他 可楼下陆妙龄却并不知情 先开这连正准备乘车回家 车上陆妙龄摸了摸膊梗 触冷笑一声 沐优越 你也不过如此 等我这次彻底痊愈后 必定要亲手挖出你的心脏 让三年前那晚的事情再次重现 这时陆妙龄眉心 紧锁不经陷入沉思 他身体里的血到底是什么 竟能让人起死回生 与此同时 沐优越刚回到家中 沐优越看着陆家送来的医药费破口大骂 他们就是一群人面兽心的人渣 沐优越拉着沐优越的手臂安慰道 爹 不用生气 他们沐优越以后嚣张不了多长时间 文言沐优越脸色这才好转 但现在这堆东西怎么办 贸然丢了怕是又会被那些人拿去做文章 沐优越此时心生迷惊 倒不如把这些东西换成银梁 去接济一些穷苦百姓 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 沐优越听后不禁连连夸赞 太妙了 不愧是我的女 脑瓜子就是激励 我现在就去安排 临走时沐优越还叮嘱道 这段时间帮我盯着你二哥 他成天只会有手好险 再这样下去我就罚他去守城门 带到沐优越走后 沐优越转头望向身后躲起来的二哥 出来吧 爹已经走远了 二哥可怜巴巴地看向沐优越 刚才爹说要我去守城门 文言沐优越白手安慰了 二哥别急 等爹明天消气了我就帮你去说说 这时二哥从怀中拿出几封密喊 辛苦你跑一趟锦王府 把这些带给锦王府 等你回来二哥请理事大餐 片刻后 沐优越刚来到锦王府 老远就听到院内传来那头雪狼嘶吼的声音 这可把他吓得浑身寒毛都竖起 这狼今天这么凶猛 等下该不会咬人吧 与此同时 锦王正坐在院内竹林里 面前躺着一名男子 只见男子咬牙怒斥的 叶玄景 你这个奸臣不得好死 锦王唇角漫不经心地勾起一母嘲讽 怎么 是本王冤枉你了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先皇是被你 话说一半 锦王已经随手拈起一片竹叶封住了他的活路 在男子弃绝后 旁边立即有人赶忙将现场收拾干净 慕幽月等那边处理的差不多后 这才走了出来 随后直接上前将密函递了过去 并且没有多说一句 锦王见此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发生的都看到了吗 慕幽月一本正经地回道 只看到了结果 其他的一概不知 随后转头看向一旁不禁夸赞 手法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是个懂行的 就在慕幽月准备告别离开之时 暗处忽然出现一个黑衣 眼见黑衣人持刀就要刺了 慕幽月先行一步 揪下云青的一根头发 随后施法将发丝化成一缕气息 向黑衣人飞去 只是瞬间 黑衣人便殷声倒闭 地旁的锦王也夸赞道 你的手段也不错 就是有点废头发 慕幽月怂怂肩 没办法 无误性低 就只学会了这一招 随后慕幽月朝向众人摆手告辞 那我先走吧 多谢那位仁兄提供的头发 锦王站在原地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若有所思 随后痴笑一声 小声嘀咕道 真是个小怪物 他本是京城内有名的玩裤子 却被便宜老爹花费重金安排在城门看守 一旁百姓见此纷纷围了上 怎么忍心让我家玉树林宗的哥哥来守城门 甚至更有迷妹拿起手帕上前为其擦汗 二少爷站一上午 奴家给您擦擦汗吧 二哥健壮赶忙后退一步并拒绝 不用了 真是多谢这位姐姐 然而拐脚处 一位丫鬟向马车内小姐问 这些茶水和点心 咱们还给慕公子拿过去吗 半晌过后 里面传来一道温柔细软的声音 不必了 别耽误他工作 我们先走吧 与此同时 慕幽月在给二哥送餐的路上 刚好遇见这辆马车 他心中不禁疑惑 魏家的马车怎么会出现在这 片刻后 慕幽月来到了城门口 一见到慕幽月 二哥崩了一上午的脸 这才有一些其他表情 妹妹你可算来了 闻言慕幽月加起一个包子向二哥喂去 然后拿起手帕喂去擦了擦了 爹今天一早就进宫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怕你饿着就来看看 二哥一听心里顿时美滋滋 这便宜老爹果然靠不住 关键时候还是得指望妹妹 等二哥吃饱喝足后 便催促慕幽月先回家去 这里太晒了 你细皮嫩肉的 晒黑了可不好看 慕幽月也自知待在这里不方便 随后朝二哥白板手便告辞了一句 慕幽月走了段路后进入一处暗想 从储物袋里摸出玉灵网 把那天收的三只幽灵放了出来 胖幽灵掀起网问道 老妹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今天燥热的 你们幽灵身体自带阴寒之气 正好帮我去照顾一个人 天课后 原本被晒浑身燥热的二哥 忽然感觉身边传来一道诡异的风 并且这捕风很是阴阳 不断地在他身边徘徊 二哥不禁一副 难道是自己热出幻觉了 胖幽灵在二哥身旁搓了搓声 这小哥长得贼俊 就是可惜没有凤凰精血 另一只幽灵提醒道 这可是仙女的哥哥 你可别乱来 地旁的城门首领 见到二哥不禁一副 这家伙在抖什么呢 难道是被蚊子钉了吗 终于二哥招架不住 上前向首领问道 能给我加件衣服吗 这一下午 二哥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哪怕在毒辣的太阳晒着 他也愣是流不出一滴汗 木像从宫内出来时 特意绕到城门口看了一眼 见到二哥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是幸运 如此可教育 老爷 那明天就不用让二少爷继续来 文言木像一脸神秘兮兮的悄悄说道 那可不行 我今早可是塞给那城门首领一百银辆 怎么说也得让他站上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本 片刻后 锦王马车出城时 坐在外面驾车的清云盯着二哥看了好半天 清云摸了摸下巴不禁一 早就听说二少爷在这里守城门 但是他这样真的不会热死吗 二少爷你这是在修炼寒功吗 二哥插着腰满脸尴尬 没有啊 你不觉得今天挺冷的吗 说吧二哥掀起车帘 向车内锦王说道 殿下果然不出你所料 昨夜城门关闭之前 接应郑远华的人悄悄来到了京城 我也顺势放他们进去 有威风钻进马车内 锦王微微抬眸 铁得一眼二哥似笑飞响 果然挺凉快的 文言二哥不禁一正 我给你说正事吗 你到底听到了没 然而锦王这时却放下灵 突然来了一句 你的妹妹倒是对你挺好 说吧马车便继续行驶 留下二哥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旁的幽灵却满脸震惊 我咋感觉那个人 也能看见我们呢 他一束高明 被人称为话陀在世 可背地里却能操控本 为了照顾在炎炎烈日下 看守城门的二哥 他召唤幽灵释放寒气味起降温 不料二哥却冻得浑身瑟瑟发动 无奈下 二哥只好在炎热的三复天 用棉袄将自己裹得炎烟实实 可即便如此 没过半晌 二哥又觉得被冻得浑身不停哆嗦 今年这天气不对劲呢 怕不是要六月飞雪 身后沐相看着二哥满脸担忧 这小子难不成被热伤 他虽然从小就不太激烈 但也不至于大热天穿着棉袄 思索过后 沐相当即决定 福伯 你赶紧去告诉城门统领 明天起就不让二少爷守城门了 随后沐相上前尴尬道 我的小心丹啊 你这两天表现不错 以后你就在家待着吧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只要你每天能开心就好 文言二哥赶忙上前 给了沐相一个大大的拥抱 爹爹你说的是真的吗 果然爹爹还是很爱我 而一旁沐幽月刚好赶摆 手指悄悄一动 便把那三只幽灵给收了火 与此同时 皇宫内小皇帝恶极愈发营重 整个人都显得有气无力 这时一阵推门声突然传来 见到是沐幽月来了 小皇帝瞬间有了精神 沐姐姐 你终于来了 紧接着便转头问向一旁的紧 叔叔 你是和姐姐一起来的吗 文言锦王一脸不悦 喊他叫姐姐 管我叫叔叔 这是什么破被子 难道我长得很显老 这时沐幽月语气和善地说的 先躺好 让我帮你检查一下 静气的身体状 随后摸向小皇帝的脉 体内的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要换一些温和的药材 小皇帝一听还要继续喝药 便委屈地翘起小嘴 沐幽月忍不住笑着 揉了揉他的小脑 不用难过 这次的药材 我可以帮你加一些蜂蜜进去 喝起来会甜甜的 见到小皇帝 这突然地变脸素 沐幽月也是被逗笑了 绝美的容颜上 展露着明艳的笑容 地旁的锦王默不作声 淡淡地看着沐幽月心中不惊感 这小怪物笑起来还挺好看的 这时 小皇帝的贴身公公 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禀告 皇上 锦王殿下 太后娘娘来了 一听太后要来 小皇帝下意识般地皱了皱眸 朝向锦王投去求救的眼神 自从小皇帝出生以来 这个太后就一直对他不冷不热 甚至还凶巴巴的 以至于现在小皇帝 见到太后都有心灵阴影 锦王这时却朝他撇了意 随后淡淡说道 先装睡 沐幽月见状也很是尴尬 当即表示家中有事先行告辞 闻言锦王脸色凝重 来不及了 你去屏风后面暂时先躲一下 沐幽月刚躲起来 太后便推门而入 见到坐在一旁悠然品茶的锦王 太后开口问道 原来锦王也在 锦王轻轻摁了一声 继续坐在那里 完全没有要站起来请安的意思 对于锦王这副狂妄 又目中无人的样子 太后满脸不悦 好一个来路不明的摄政王 先帝暴毙 晚朝上下都以为你是真凶 你却拿着一罩 来扶持一个六岁的小皇 你究竟想做什么 这是小皇帝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边揉眼睛边哈欠道 见过母后 太后轻轻拍了拍的 看来皇上是真的困了 那你就先休息吧 哀家给你带了糕点 等你睡醒了再起来吃吧 带到小皇帝熟睡后 太后又重新将视线 落在锦王身上 锦王今年也有24岁了 宣朝男儿一般 在这个年纪都会娶气了 刚好前几日柔公主 也曾在哀家面前提起过锦王 哀家觉得你们 二人狼才女貌属实般态 不如提起柔公主 锦王压了压眼底的 厌恶之色反问 找我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人 当女婿 太后难道不觉得糟心吗 平宗后的慕悠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音 这锦王对自己的见解 倒是挺独特的 果然太后被她这句话 噎了半天反应不过来 那锦王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你是宣朝的功臣 哀家可以帮你张罗一下 锦王摸了摸下了 很是认真的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 俗话说 什么锅配什么蛋 我怎么也得找个 和我名声一样臭的才单配 文言太后脸色铁青的便转身离去 锦王说的对 什么锅配什么蛋 可谓是世间真理 锦王若是不喜欢柔公主 哀家便不再过问此事 此时锦王站在原地 小声嘀咕一声 怎么就气跑了呢 本王可是很认真的 慕幽月这时也从屏风后走出了 看向锦王便问道 太后这就走了吗 锦王淡淡地瞥了你 觉得她似乎也在嘲讽自己 随后便问道 你也觉得本王说的不对吗 她本是一朵与世无争的白灵华 可京城内所有附加千金 却都想置她于死地 只因她一束高明 深受百姓血 将其他附加千金的光芒彻底复改 然而慕幽月刚从锦王府出来时 刚好被一旁路过的离香撞紧 看着慕幽月的背影 离香不由地瞇了瞇眼 这步伐和身形一看就不是一般的 难不成她曾经也习不武吗 就算会武功肯定也是个三角猫 不过她这武功是从哪里学的 莫非是从锦王那学来的吗 这时身后侍卫走来行李的 小姐 您吩咐的事都已经办好了 文言离香谨慎地问道 人都找到了吗 没让人抓到把柄吧 属下已经找了几个百姓 将慕幽月失踪多年 在外休息武术的事散播出去 另外衣馆对面的擂台也搭建完毕 后天便能召开擂台散 那就好 既然慕幽月和二哥正在悠然地逛街 可一旁的路人今日话题倒是很统一 丞相府那位嫡女可真了不得 我听说她不仅一束高明 而且还身怀爵士武功呢 文言二哥也悄悄竖起耳朵凑上前去 现在满城都在传她会武功 也不知道慕丞相这么些年 把她藏在外面究竟是什么慕 二哥皱眉深思 妹妹 我怎么总觉得这是有点蹊跷呢 可慕幽月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没事的二哥 这种流言蜚语大多过悔就没音讯 二哥越想越不对劲 妹妹确实能用发丝取人性 但这件事只有我和爹知道了 难道是陆家散步的消息吗 那也不应该呀 陆家的人还巴不得妹妹越来越低调 就在这时 二人突然被眼前一幕震惊 一管对面镜凭空突然出现一个比武类 二哥健壮破口大骂 这是谁干的 难道不想活了吗 把我们一管都给堵死 此时黎湘走了出来 原来是二表哥呀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 这每年一次的擂台赛 当初可是得到先皇云准 二哥一脸冷漠 谁是你表哥 少在这里攀亲戚 文言黎湘笑了笑 也是 我姑姑都死了十多年了 咱们两家的确没什么关系 正好今日擂台赛正式开幕 久闻表姐武功待势 不知可否赐教一番 此话一出 百姓堆里纷纷起风 穆小姐今天来都来了 也露一手给我们瞧瞧吧 二哥健壮果断挡在穆优越面积 想让我妹妹辞脚 你们还不够格 除非先赢了我再说 鼻香满面吃笑 眼中全是不屑 谁不知道你是个 有手好闲的大王妇 逞英雄也得分场合吧 闭旁的百姓也质疑道 你们两个都说半天了 到底敢不敢应战了 难不成那一身武功 是编出来火门的吧 二哥此时被气的情绪 很是激动 你别欺人太甚了 这时穆优越微微一笑并站了出来 见表妹如此渴望与我比试一分 那这类台赛 我应下了 她本是一名柔弱女子 却敢当众应下生死比武赛 可她的对手却出自名将是假 武功更是了得 就连一旁群众都纷纷致议 这简直是不自量 但穆优越却满不在乎 反而有说有笑 一副很是自信的母女 离香剑目的达成 满脸得意 咱们可提前说好 这类台赛生死不论 类台赛开始 穆优越坐在台下 此刻台上是离家侍卫 和其他参赛人选的比武 这是二哥凑到穆优越身边 有点不放心的问道 你确定没问题吗 穆优越一脸认真的回道 放心吧 这比赛规则 我肯定一字不差地遵守到底 只是片刻功夫 离家侍卫便胜出比赛 而挑战的选手 基本到了不死也惨的城堡 就在离香当准备上台时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 锦王垫下来了 锦王身着墨色滑腹 碧脸散漫地朝这边走来 每走一步 都有一股森冷的气息传来 让人不寒而栗 离香见状赶忙跪下请来 恭迎锦王殿下 但心中不惊疑惑 锦王向来和穆家不对付 难不成这次特意来看穆优越出丑 这时他朝穆优越看了一眼 只见穆家兄妹二人表情很是淡然 这下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 随后离香找人搬了把椅子 故意放在穆优越身旁 今日他定要锦王好好高兴一会儿 看看穆优越是如何出丑 锦王顺势坐下 身旁穆优越捂着嘴悄悄问他 你怎么来了 锦王低语 刚好路过凑个热门 文言穆优越一脸差异 您老可不像是爱凑热闹的人了 有了锦王的出现 离香性质更加高涨 随即便跳到了擂台上 穆优越 我要挑战你 你敢应战吗 然而穆优越却不慌不忙 屌妹先别急 好戏还在后面呢 地旁锦王也很期待着穆优越的本性 小怪物的本事他是领教过的 只是今日不知道他又要玩哪一处 就在这时 人群中出现一只手臂 动作极为粗鲁 把党路的百姓催开 只见又来了几人 为首的是一名粉衣少女 这比赛听起来很有意思 我能试试吗 当看见少女衣服上 绣着一朵红眉图案时 百姓惊恐万分 他们是赤血山的人 这群无恶不作的汉匪 怎么会出现在京城内 粉衣少女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 朝着离香问道 我能不能参加呀 你该不会是不敢了 离香一脸不屑 胡说八道 我离家世代将门 倒是你可得听清楚规则 此次比武 生死不论 话音未落 少女纵身一跃便站在离香面积 离香心中暗讽 一群跳凉小丑真是不自量力 我拈死你们简直轻而易举 底下木优月垂眸倾笑一声 来得还算及时 罗声欲醒 比赛正式开始 少女先发制人 握紧拳头朝离香洗去 离香躲闪不及 双手赶忙架起格挡 但这一拳的威力 也让离香不敢再小看他 此时少女满脸轻视 你就只有这种程度呢 怎么好意思出来办比赛 感觉到尊严被人踩在脚下见他 离香转身轻手一挥 旁边兵器堆里出现一把长剑 接过剑后 离香被好架势并怒吼一声 看见 说发便以迅雷之势朝向少女刺去 然而少女却勾起嘴角嘲讽到 这就玩不起了吗 怎么都开始拿武器了 一个矿命 剑身出现在众人面积 别以为少女会被击中 不料离香肩膀两处 却受到重重的两句 此时离香目不可立 身旁瞬间燃起浓浓的猎物 并且又照出树板兵器 霸道千斤本响是强凌落 不料竟遇到硬查被人当场莫 台下群众见状纷纷感变 这赤血山的土匪果然名不虚准 这时慕幽月一道鼓掌声传了 必招必杀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叶露言听后朝他调了调谋 可身后锦王却将他们的小动作 尽收眼底 跟着轻笑了一声 慕幽月忽然转头问道 你在笑什么 锦王倒也没有调 只是淡淡感慨一句 这年头小姑娘都挺烈 就在这时 离家侍卫突然指着叶露言 我狠狠地说道 敢伤我离府千斤 你这贱民活腻了吗 叶露言装作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刚才不是说生死不论吗 难道是我听错了吗 还是说只有我们这种参赛的贱民 才不论死 离家侍卫见理亏 便扛着离香的身体转身离去 临走时还不忘放狠话 你给我等着 二哥摸着下巴 大呼过瘾 离家这次只能碎了牙往肚子里 毕竟规则是他们自己定的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道木像的呵斥声 木星泽 你个臭小子 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吗 此时二哥满脸惊恐 摇头四处寻找木像的声音 要是被爹撞见妹妹和锦王在一起就完蛋 此时木像火冒三丈 臭小子 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随后揪着二哥的耳朵怒斥道 说 为什么你和妹妹会跟他在一起 二哥赶忙撅起小嘴解释道 爹 这纯属是巧合 我和妹妹就是来看比赛的 只是恰好碰见了锦王而已 木像明显不信他的话 转头向木优越看去 此刻木优越看着二哥满脸心头 爹 二哥说的都是实话 您就饶了二哥吧 臂旁的锦王见状不禁吃笑一声 这小怪物竟然也有这样乖巧的一面 还挺可爱的 听了木优越的话 木像心情也平复了不少 随后撇了一眼锦 只见他站在那里 一副木中无人的狂妄模样 木像虽然骨子里都透出讨厌锦 但碍于身份 还是行李道 见过锦王 锦王眼眸中划过一丝恶趣 丞相大人怎么每日都如此大的火气 可木像却并没有接话 既然比赛已经结束了 那微臣就先带着他们回去 锦王殿下请自便 闻言锦王转身摆手道 随意 临走时还不忘留下一句 木像实乃教导有方 令公子和千金都是人中龙凤 能有你们幕府一家 我为轩国感到庆喜 带到锦王走后 木像满脸嫌弃 整天嚣张跋扈谁都不放眼里 轩朝有这种奸臣真是倒大门 说罢转头问向身后的兄妹二人 你们说是不是 闻言两人小鸡着迷失 不停点头赞同 就在这时 叶露言突然在角落露头 并朝木优越摆了白手 木优越也是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转头使得眼色并小声说道 马上就来 此时木优越轻咳一声 爹 我先去医馆整理一下 你们先回去吧 不用等我 木像也不强求 带着二哥便先回去了 只是走的路上还在数落二哥 下回离那个大奸臣远点 否则我让你出城挑大粉 父子俩走后 木优越来到医馆 他刚推开门 叶露言便满脸欣喜地凑了上 月月 这么长时间没见 我可想死你了 与此同时 旁边几位凶神恶煞的大快子 满脸恭敬的行李道 见过老大 这时叶露言一把 搂住木优越的手臂娇笑着 月月 我刚刚的表现好不好吗 表面上她是一名柔润女子 和背地里却是土匪帮派的老大 就连她身边端茶倒水的李婶 也是江湖上有名的高手 此时木优越笑盈盈地望向叶露言 露言啊 一段时间不见 你的武功又精进了不少 叶露言听后瞬间得意请 那可不 我连看家本事都没拿出来 那李箱就先倒地不起 随后摆了白手讥讽道 就她那种身手 也不知道怎么好意思上擂台比武 还生死不论 说罢叶露言双手合适撒娇道 我能不能也像李婶一样留在这里 你不在赤血山的日子 我每天都好无聊啊 此时木优越神情甘大的婉拒道 现在京城内局势还不明朗 待到时机成熟我再把你接过来 叶露言扁了扁嘴洋装生气 悠悠好过分 现在都不带我玩了 这时一旁的卓涛突然认出李婶 早就在江湖上听过 你无影怪物的称号 那一身轻弓和刀 在江湖上可是数一数二 木优越看着这些亲近的伙伴们 也难得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三年前他召集各路人马成立赤血山 如今也有了这样的声势 想当初他们每个人都是脾气顽劣的亡命之徒 就算在外颠沛流离 也不愿跟着木优越回去 如今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木优越卖力 还得多亏这三年来他的苦苦付出 他们每个人都被各自的仇家暗喊 而木优越为了帮他们平渊血 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虽说外界一致认为赤血山杀人如麻无恶不罪 但他们杀的都是仇家 做的恶也不过是还给对方当初种下的恶 这事到因果寻死 当年做的恶 总有一天要百倍奉还 与此同时 李家夫人看着伤势严重的李香 躺在床上很失能力 地旁李起潮开口道 父亲 今日之事 谁也没想到赤血山的人会突然出现 文言李瑞贤怒喝倒 往年擂台比赛都在秋季 你们这次为什么要提前三个月 回禀老将军 小姐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木幽育 但没想到赤血山的人竟然横插一紧 李夫人听后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这些土匪竟敢将我女儿伤成这样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此时李瑞贤将茶杯紧紧扣上 就凭你一个深规妇人还想怎么对付他们 这是李起安上前问道 父亲 难道我们这次就要吃这个眼 外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们 话音未落 李瑞贤手中的茶杯当即砸在李起安额头上 废物 一群废物 我李家怎么救出了你们这一群废物 李瑞贤一直认为 李香从小就有着超群的武艺天赋 更应是下一任的家主人许 可他现在就算不死也费了大门 反倒是木幽越那丫头 心性不服不造 小小年纪却像支沉殿多年的猛兽 李瑞又凶猛 只可惜他终究不是姓李 有当年那场大火灾 他也永远都不会为李家锁了 此时李瑞贤转头向后嘱咐道 往后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得再轻易挑衅木幽越 紧接着便叫来管家 去调查木幽越失踪的这三年来都做了什么 还有赤血山首领九幽的下落 另外顺带把陆勇会给我叫过来 就说我发现了关于木幽越的线索 今夜务必到李府一趟 与此同时 木幽越刚到医馆便看到一堆满满当当的贺力 随后只见上次那个治疗好的戴鱼男搓着手 李府满脸讨好的样子 木幽越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这次来是想干什么 他曾将女人关入地窖折磨十年 可如今却舔着脸求他给自己看病 然而木幽越却不计前行 反而给他开了一味药材 只是这药材 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就不得而知 就在木幽越刚来到医馆时 豪胜康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前段时间我刚好寻得一对宝 想了一下 还是你带着比较单配 所以这次我特意给你送过来 木幽越看了一眼不为所动 今天是来看病的吗 豪胜康搓了搓手不好意思 听说神医擅长治疗不孕这方面 我虽然家大业大 但至今都没个儿子 所以就想找您开个秘方求得义 木幽越听得眉心皱起 你夫人今年多大了 我夫人正直风华正茂 今年才42岁 木幽越听后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 这个年纪生孩子有很大风险 怎么 你家有皇位要继承了 我是京城富甲一方的商人 想讨个儿子继承家义 也是人之常情吗 更何况这也是我夫人一直以来的心愿吗 话操理不操 木幽越也是无奈应响 以后每隔三日我坐枕的时候 你带着你的夫人过来喝药 我这秘方不对外透露 闻言陶圣康满脸止不住的开心 以后我生了儿子 必须来找女人干娘 陶圣康前脚刚走 陆妙龄后脚就进入医馆 他一进来就很是激动地问道 幽越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呀 我怎么听到关于生子什么的 陆妙龄对生子之事还是很惦记的 自从嫁入昆王府后 他就一直没怀上 就连新晋门的小妾都怀上昆王的孩子 要是还不能为昆王府开支散意 恐怕他王妃的位置就不保 陆妙龄一脸从容 刚才那个淘大伤人想生个儿子 所以替夫人过来求子 陆妙龄一听有戏 赶忙装作可怜的样子 优越 实不相瞒 可能是我天生患有恶极的愿望 影响了生育 其实我一直希望能有个孩子 文言陆妙越笑着安慰的 别灰心 孩子总归会有 听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情 我肯定会帮你治好 陆妙龄听后满脸心细 那可真是谢谢我的好姐姐 但她心里却想着 若是陆妙越可以帮她治好的话 她或许可以大发自飞 让陆妙越活得更久一点 这时陆妙越突然露出几分为难的神色 其实怀不上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我开的药方给你 你回去让昆王也喝了 这样不要才能事半功倍 可陆妙龄听后却当机否决 生不出孩子这事 她瞒得都快累死 怎么敢让昆王一起陪她过来看病 陆妙越依旧叹了口气 孕育子嗣 讲究阴阳调和 男女之间身体状况若是不能相互调和的 也是极难成事的 随后摆手说道 倘若你不愿接受的话 那此次看诊便到此为止结束了 陆妙龄一听顿时慌了声 别 我都听你的 以后每六天来这里一次 你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要随时观察 陆妙龄回到府后 陆勇会特意找了一位名医过来检查 回禀大人 这药方内含有助孕的药材 颇为罕见并且价值千金 既然坐镇京城的名医都这么说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了 当陆妙龄急着回昆王府时 身后陆勇会叮嘱道 这段时间你切记要好好巴结慕幽月 我已经派人去查他的底细了 陆妙龄听后果断转头答应 那剩下的全由父亲处理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 与此同时 慕幽月正待在府内 享受着片刻的安宁时光 闲暇至于还把红烟给放了出去 红烟现在已经可以化为人形 并且还能陪他聊聊天 下下起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但这却把门外的人给吓唤 门外二哥和慕像正准备找慕幽月说事 可刚到门口就听见慕幽月在里面自言自语 慕像当时就急了 用着手语问向二哥 是谁混进我宝贝女儿的房间里 大白天还关着门说话 二哥也手忙脚乱地进行虚空交流 我哪知道 他该不会人格分裂了 闻言慕像直接一狼头捶在二哥头上 你整天就会胡说八道 你嘴里就不能说点好话吗 这时房门突然被慕幽月推 慕像此时满脸尴尬 随后便关心道 宝贝 你近期身体还好吧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比如头晕晕 或者心口难受之类的 而二哥也在身后疯狂地比 慕像本来还想继续说下去 不料却被二哥拦住 爹 别提这个 你不是还有要紧的是要跟妹妹商量吗 闻言慕像才想起 尴尬地笑了两声便说道 再过半个月就到你母亲的祭日了 我想得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陵园祭拜 你看如何 他本是京城内有名的二少女 可他每天不是在挨揍 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就连常年不在家的四少爷刚回来都能欺负他一些 当沐像提起马上要到母亲的祭日 廖一同去陵园祭拜时 二哥脸色瞬间凝步 其实在母亲离世后 老爷子虽然嘴上什么也不说 但他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在二哥记忆中 母亲一直是个温柔甜静的女子 对待他们五个孩子 更是好到了基底 这也是在二哥心目中 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 别看老头子平时乍乍乎乎的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他就在背地里偷偷扑过无数次 每当有人劝他续闲时 也都被他骂了回去 提起母亲 沐优月也是一股悲伤涌上心头 在那场滔天大火中 是母亲紧紧抱住了他 将他护在怀里 努力地把他往大火外面推 并且在母亲临终前 嘴里还在不停地安慰沐优月 优月别害怕 娘亲一定会让你活下去 沐优月压下心头万千思绪 牵着沐像和二哥的手 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灵园祭拜 我也想娘亲了 此时二哥突然问起沐像 大哥和小四什么时候回来 往年沐优月不在家时 每到母亲忌日 他们兄弟几个从不缺席 沐像擦了擦眼中的泪水 老大还在军营忙活 军营离这路途遥远 怕是赶不回来了 小四这次有事耽搁 估计也回不来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爹 二哥 我回来了 此人五官俊敏 剑眉飞扬 正是沐家的四公子沐锦玉 话音未落 小四直接把身上的大包小包 全部一起丢给二哥 随后朝沐像行了的大 儿子见过父亲 沐像听后脸上更是美开了花 身后二哥背着大包小包气冲冲的 这里又没外人 你装什么装啊 还有你带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沉啊 正当沐像要给小四介绍沐优越时 小四直接一个剑步闪了过去 随后抓着沐优越的肩膀满脸 都是关心 天天你终于回来了 四哥真的好想你 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受人欺负 沐优越虽然已经习惯了沐家的热情 但四哥的突然变脸转折 实在让他一时招架不住 四哥 我过得很好 放心吧 四哥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不过不要紧 一切都过去 往后四哥会好好弥补你 你永远都是四哥最爱的妹妹 随后忽然转身挥手看向二哥 这是四哥外出别人送来的宝贝 这些全都给你当见面了 本是沉恶扬善的土匪帮他 可如今却传出在城外滥杀无辜百姓 就在沐家一行人准备去陵园祭拜五金时 沐像突然向小四问道 你之前回信 不是说要下个月才能回来吗 怎么突然就提前回来了 小四听后眉头紧锁语气严肃起来 昨夜接到大理寺的文书 说是赤血山的土匪在城外滥杀无辜百姓 所以派我回来处理此事 面前沐优月脸色一遍 赤血山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身后沐像脸色难看 我就知道 这帮土匪们一出现就没什么好事 沐优月赶忙上前追问 四哥 可以断定此事就是赤血山土匪做的 虽说沐优月手下的赤血山名声不好听 但绝不会残害无辜 这点他能保证 文言四哥淡淡说道 现场遗留了赤血山的梅花图案 并且还有百姓侥幸躲过一几 供词中那些贼人衣服上也有相似的图案 一直没开口的二哥此时插着腰分析了一番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呢 赤血山的匪徒大多都是江湖人士 杀的都是穷凶极恶之人 开战前还会留下梅花信件提前通知 这次突然滥杀无辜百姓 我觉得不像是他们的作风 沐像听后都快被气死了 土匪就是土匪 都什么时候 你还替赤血山说话 这番话倒是让沐优越对二哥刮目相看 没想到二哥已经把赤血山的做事风格都摸清楚 小四这时突然起身说道 此案刻不容缓 我要先进攻禀报皇上一声 让皇上给我下圣旨批一些办案特决 突然这案子没法展开 沐像听后当即表示和小四一起进攻 小四看了眼沐优越 妹妹四哥先去盲点正事 回头咱俩再好好续导训 带到二人走后 沐优越向二哥说道 我也要出门一趟 二哥可别跟任何人说起这事 不等二哥追问他要去哪里是 沐优越已经将食指放在嘴上示意二哥保密 锦王府内 裴大人突然来报 今早住在城外的百姓来襟告状 说是赤血山的土匪残杀了他们的亲人 锦王听后眼眸引现几分深思 赤血山是沐优越手底下 虽说这小怪物平日挺凶的 但他绝不可能滥杀无故百姓 随后锦王放下奏折 将目光落在裴大人身上 裴大人对这件事可有什么看法 本王倒是觉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紧 裴大人思索偏刻 前两天听说赤血山的人把离家千斤打成重伤 您说这件事会不会与离家有关 他本是一朵与世无争的白莲花 可背地里却是赤血山土匪帮的老大 然而一向惩恶扬善的赤血山 如今却传出在城外滥杀无故百姓 就在锦王批阅奏折时 裴大人突然上前禀报 锦王殿下 穆丞相和大理寺少青来 锦王放下奏折眯了眯眼 今天可真是热闹了 让他们进来吧 穆丞相和小四来之前怎么都没想 皇上今日竟然不在 只有锦王在这儿 见到锦王 穆丞相的老脸顿时又拉了下 来御膳房找皇上 结果又看见这家伙 真是晦气 锦王朝穆丞了一眼 皇上今日身体欠家 穆丞相有什么事就跟本王说吧 穆丞相听后费都要气账 这怎么能行 你虽然是帝氏又有坚果之群 但你毕竟不守皇上 有些事情你做不了主 可锦王却异常平静 本王说能做主就可以帮你做主 你只管说就好 眼看木像又要和锦王朝起 小四赶忙上前拦住 爹 您先息怒 我和殿下还有事商量 耽误不得 说吧小四瞥了一眼 陪大人问他 想必陪大人也是因为赤血山土匪的事吧 赤血山土匪嚣张至极 所以微臣特意前来请一些办案特决 锦王思索片刻后淡淡地说道 如此甚好 那此事便由你们两人共同协理办案 说吧他又随手拿起一块 写有锦字的令牌 紧接着便递给小四 连环血案如今就落在天子脚下 务必尽快缉拿凶手 还京城百姓一个真相 小四接过令牌不由心头一惊 再宣朝着令牌可抵上方宝剑 他就这样给我们 小四虽然年纪轻轻 但做事却很年紧 收起令牌便当即弯腰蟹的 多谢锦王殿下 木像在一旁气得直冒烟 但在大势大飞前 孰轻孰众众他还是拎得轻满 锦王见状还故意交了点 记得千万不要错 把冤名扣在赤血山坡上 木像听后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这乱成贼子天天就知道天地 我迟早找我女儿弄些毒药 把你给毒死 小四见状赶忙拉着木像朝外走去 临走时木像还气得差点摔一跤 带到他们走后 锦王也准备起身出门 地旁青云好奇地问道 殿下这是要去哪里 锦王歪了歪头 今日有些无聊了 本王出去凑个热门 与此同时 城外案发现场 还有一大滩血迹在那 并且已经被大理寺的官兵给围了起来 旁边还有不少百姓坐在那里 哭天喊地 天杀的赤血山 他们竟然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真是丧尽天良的狗东西 然而木幽月这时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裹着一件黑色披风 悄悄躲在人群后面似乎在寻找什么 就在这时木幽月内心突然咯噜一下 表情也变得凝重 随后摘下帽子不由感叹一句 情况不妙 女强人竟也有小鸟一人的一面 就连被人握一下手都要害羞好久 但在此之前 木幽月的脸上还挂满了震惊和恐惧 只因有消息传出赤血山在城外滥杀无辜百姓 就连案发现场都布满了血迹 地旁百姓哭天喊地 天杀的赤血山简直毫无人情 连个孩子都不放了 此时木幽月眉头微皱 眼神凝视着正前方 眼眸中闪现着一丝光芒 下一刻 只见人群上空还飘着几个幽灵 他们满脸悲伤 并且一直伸手想要去触摸 但每次都破空 见状木幽月从储物袋中摸出了玉灵墨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几个幽灵给收了起来 想要知道真相 直接问被害人才是最快的办法 正当他要转身离开时 突然迎面撞到一堵肉墙 大晚上的谁不睡觉了 怎么还有人在外面乱溜达 这是一阵吸气声在头顶响起 木幽月捂着脑袋向上望去 这一台眼竟然直直地对上了锦王的视线 仿佛像见鬼了一样 怎么每次都是半夜遇见他 什么坏习惯 天天晚上出来溜达呀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木幽月赶忙一脸萌相地趴在锦王胸前问得 没有撞疼你 锦王低头不有感叹 不愧是小怪物 胆子果然大 竟然还敢上手 没等木幽月开口 锦王先问得 这里刚发生命案 你跑来做什么 木幽月随口回了句 凑热闹没 闭旁云青嘴角一抽 合着你俩一天天闲得多跑荒娇野外凑热闹 锦王挑挑没带着几分难以捕捉的笑 巧了 本王也是凑热闹 要不一起 木幽月摇摇手 我看得差不多了 得先回去了 你继续吧 刚转身走了一步 锦王就把他后领给揪住 木幽月转头气呼呼地问他 干嘛呀 锦王松开手 随后只向右边的一个方向 木幽月顺着看去 仔细看了好一会 这才忽然发现 案发现场的人群中 有一名男子正在鬼鬼祟祟地离去 木幽月见状不禁产生疑惑 此人神情紧张 言行举止更是小心翼翼 并且还一直在案发现场来回转移 这时锦王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待在那半上有余 肯定不是像我们这样来凑热闹 他绝对有问题 随后锦王一把握着木幽月的声 紧接着低头看向木幽月 我们跟上去瞧瞧吧 此时木幽月早已羞红了你 整个人都仿佛懵了一面 我们上哪去啊 两人明明都是江湖顶级大王 但在彼此面前 他们却互相隐藏实力装成猜忌 他们为了调查京城血案 便选择偷摸跟在一名可疑男子生活 眼看男子就要进入一家当铺时 锦王勾起唇角一副些许遗憾的样子 这下我们没法跟过去 该怎么办 木幽月倾笑一声 神情中透露着满满的自信 没事 我有办法 随即他伸出手心将红烟召唤住 并且红烟已极快的速度向当铺飞去 紧接着他又转头看了看身边的锦 他应该没有看到红烟吧 见锦王目光毫无意思 他心中这才松了口气 肯定是我想多了 一般人怎么可能看到幽灵 可实际上那只是锦王装作看不见而已 就在这时木幽月突然扯出一句 小皇帝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我这段时间比较忙 没有时间进宫看他 锦王淡淡回道 不怎么好 文言木幽月赶忙追问 怎么 是哪里不舒服吗 两人在暗像里的对话 正巧被路过的行人看到 一旁女子顿时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年轻真好啊 这时锦王低头故作深沉 小皇帝这几天经常喊魂身头 从哪边出来 可转念一想 小皇帝身体还是很重要 还是等明天有空了进宫看看他吧 就在这时 一群大理寺官兵朝这边走 搜 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木幽月见状不禁有些慌了事 毕竟他还惦记着御灵王里面的幽灵 可锦王却看向官兵挑眉轻笑一声 显然不把这群人放在眼里 此时木幽月神情愈发紧张 随后便开口道 我站得有些累了 我要先回去休息 锦王面带浅笑 也好 明月先来锦王府一趟 本王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木幽月听后迅速转身离去 那我先走了 明天再去找你 说吧红烟也随他一同离开 在木幽月走后 锦王收了收脸上的笑容 随后望着那间当地 低头漫不经心地说道 林青 抓人 与此同时 红烟正环绕在木幽月身边说道 我进到当铺时 那个男的拿着一个锦盒跟老板换东西 而且两人讨价还价很紧 从表面来看没有什么披露 像是正常的买 至于那锦盒里面的东西 我就看不到 可木幽月总感觉怪怪的 是出反常必有妖 那男人严行打扮皆是滴水浮漏 为何偏要赶着去城外的案发现场 慌了 他自从出生起就和亡灵打交道 在他看来 人心的险恶永远比鬼更可疑 就当木幽月与红烟准备去案发现场寻找证据时 眼前忽然出现几只幽灵 并且男女老少都有 其中一名幽灵诧异不已 你是什么人 竟然能看见我 木幽月环抱双臂淡淡的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你们突然遭遇恨我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难道就不想报仇吗 文言一名孩童瞬间落泪 姐姐可以帮帮我吗 我想娘亲了 木幽月摸了摸她的脑袋安慰了 宝贝别哭了 你和娘亲还有缘分 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孩童吸了吸鼻涕一脸惊喜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姐姐你是神仙吗 我不是神仙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玄灵家族继承人而已 一名老者见状赶忙上前说道 现在只能仰仗 你帮大家找出真凶了 大家赶快把当时见到的都告诉这位姑娘 男子听后当即答应 并开始讲述临终前见到的一切 原来就在前几天晚上 村口突然出现一群提到的莫名男子 他们像恶鬼一样大开杀截 更有村民在睡梦中被一刀了结生命 而且那群人胸口处都闻着统一的黑色图案 听到黑色图案木幽月瞬间紧张起来 能说出大概的样式吗 我当时就撇到那么眼 总觉得很像赤血山的梅花标志 具体的就不清楚 木幽月此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这次杀你们的人并不是赤血山的 而是另有棋人 如今大理寺与金兆尹联手追查真凶 不久便能真相大坊 随后他转头问道 你们如今还有什么心愿吗 若是没有的话我就放你们去轮回 男子听后情绪很是激动 我舍不得家人们 这时木幽月掌心汇聚灵气 指尖有蓝色蝴蝶画竹 紧接着便合上双眼 身后灵气不断地向外散 如今为了帮助冤死的亡灵与家人道路 他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来进行李宁入梦 就在鬼魂们化为蓝色梦蝶 向山下飞去时 木幽月顿时感到 有一股钻心般的疼痛心 紧接着便一口鲜血可出 这时红烟赶忙上前为妻检查身体 他看着木幽月现在的状态 脸上挂满了担忧并且数落头 禀灵入梦会损耗大量的灵力与真气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良 为了他们值得吗 木幽月擦干嘴角的血迹 怎么我在你眼里就该铁血实心吗 见他语气轻快 红烟这才安心 我只是觉得你突然变得心乱 天色不早了 我们赶快回去吧 来到幕府后 二哥早已在门口等待多时 甜甜 你上哪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可把我急死 待到看清木幽月脸颊后 二哥顿时心头一惊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进宫让你三哥回来给你看看 此时木幽月努力地堆出一个笑容 我今天晚上走得比较多 可能是累着了 休息一晚就好了 时间不早了 二哥你也早点去休息 对了 我出门的事情可千万别让跌止的 回到房间后 木幽月躺在床上脑袋里昏昏沉沉的 引领入梦虽然是家族的一项秘书 但急气伤身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死 那些百姓被卷入世端无辜惨死 为了让他们托梦和家人见上最后一遍 木幽月也是动了恻隐之心 片刻后 他渐渐睡了过去 此时红烟出现 为他盖好被子并叹了口气 真是的 你这嘴硬的毛病啥时候能改掉 与此同时 小四看着收集来的证据可算找到了一些名人 裴大人 您快看这个 裴大人昨晚也一直守在大理寺 刚准备瞌睡一会就被小四叫醒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小四拿起两张图纸来到裴大人面前 您仔细看看这两张图案 这张是大理寺藏书阁内记载的赤血山梅花图案 而这张是早晨牙翼差人在案发现场打听后画出来 裴大人仔细对比一番后才发现端倪 照这么看来 的确是有人冒充了赤血山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他们的 一场血案竟让两名大佬各显神通 一个去找死者当场问话 另一个则是直接把可疑的人抓起来审讯三体 而在此之前 小四和裴大人还在大理寺内 研究着近日找到的几条线索 片刻后二人便得出结论 真相仿佛正如锦王所说 是有人冒充赤血山在作物 并且最大的嫌疑还指向了李家 只因前几日赤血山在擂台赛上 让李家颜面尽失 如果现在有人找赤血山的马 那恐怕李家就是第一 裴大人摸了摸下巴继续分析 李家做事一向缜密 要是成心栽赃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疲漏 若是此事属实 那就说明背后的人十分心急了 就在这时 外面跑进来一名大理寺的官兵 并且手中拿着一份寒剑 少卿大人 这是刚刚突然出现在门口 小四接过后 只见上面简单写了几句 冒充赤血山的杀手 胸膛处有黑色图案 裴大人见此不由心头一惊 只有封颖格的人 胸膛处才闻着黑色图案 我们要不要找殿下借点人手 普通官兵可奈何不了他们 文言小四直接把韩剑塞入怀中 不用着急 封颖格一向拿钱办事 现在看来这案件越来越通顺 就在这时云青突然赶不过来 裴大人还有穆少卿 二位案子查得怎么样 进度如何了 裴大人当即访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跑腿 给你们送个人过来 现在已经丢进审讯堂了 随后两人转身露出一脸坏笑 你还是挺贴心的 冰青凑上前悄悄说道 那是必须的 我们殿下说了 往死里洗 与此同时 沐优越睡到午后才洗 脸色差得跟鬼一样 连黑眼圈都泛出来 地旁红烟见状赶忙说道 信函我已经给大理寺送过去 你在睡会也没关系 可沐优越却赶忙起身 换件衣服打扮你 昨天还答应警王 今天得去给小王弟看病 红烟这时一脸坏笑 告诉你的好消息 那位少卿大人 已经开始审问犯人 这回可能已经问出些什么 大堂内 沐象此时也得到了消息 照这么看问 这件事还真不是赤血山做的 二哥一脸认真的回答 不是他们做的 小四现在已经出发去抓真凶了 估计今晚或者明天就要结案了 指南摄政王第一次给女孩送你 竟送了把扶尘 让他进攻当太极 可在此之前 沐优越还特意精心打扮一番 准备前去紧王府见他 一旁沐象看到沐优越出门 赶忙上前端心道 甜甜 你终于起来了呀 饿不饿 试过东西没了 沐优越随口敷衍两句就要朝外走去 可身后却传来沐象的声音 你这是要出门见谁去 沐优越听后顿时慌个神 并且下意识地看向二哥 有个病患情况复杂 需要我灯门检查一下 二哥先是一正 然后立即反应过来 妹妹果然医者人心 那你赶快去吧 二哥在家等你回来 身后沐象如老母亲似的叮嘱 夏天暑气中 尽量走阴凉的地方 不要被太阳晒到 沐优越文言笑着连连答应 片刻后 他刚来到锦王府 老远就看见锦王坐在凉亭里面等着 当他走近后 脸上堆满尴尬 一旁锦王自言自语道 莫非是本王记错 你昨天说的可不是这个时间道 可沐优越却并没有接话 反而被桌子上的锦壳给吸引 这就是锦王昨天答应要送我的礼物 这时锦王倾咳两声 眼睛不断地打亮着他 你身体怎么受損 而且还是内伤 沐优越心头不由一惊 这家伙眼睛挺毒的 竟然一眼就看出了 这么大的能耐不去当大夫 真是可惜了 这时侍卫又递来一个小锦 这是锦王殿下给您准备的丹药 沐优越一脸不一地打开后发泄 这正是三年前锦王给自己吃的聚集的 锦王挥了挥手 你这段时间帮了不少忙 本王挺不一不去的 想着怎么也该回谢礼才是 明思苦想很久才选了一个最实用的 沐优越听后半心半疑地将锦盒打开 打开的瞬间 只见一柄浮沉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此时沐优越心态瞬间疯了 这就是他说的明思苦想选了很久 并且还很实用的礼物 过了好大一会后 沐优越带着疑惑的目光将浮沉拿起 锦王这是让我以后进攻假扮太监的 为了不让锦王尴尬 他还是装作一脸开心 我这样扮成道姑是不是更像一样 他医术高明被人称为画佛在世 就连当今皇帝在他面前也要老老实实配合看命 为了感谢他给小皇帝看命 摄政王还特意送他一份后子 沐优越接过礼物一脸茫然 哪有送女孩浮沉当礼物的 难道让我进攻当太监吗 锦王伸手摸了摸浮沉 以往的浮沉大多用瘦毛制成 而这把可是本王专门用人的发丝制成 沐优越听后满脸迷惑 看着浮沉上的万千发丝 不得不佩服锦王的脑洞之大 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 那我以后只需要拔浮沉上的发丝就可以 再也不需要拔别人头发 我明白了 多谢锦王殿下 看着沐优越这副如桃花般的笑容 一向冷漠的锦王脸上 也不由露出罕见的微笑 锦王朝他条条没问道 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沐优越把玩着浮沉 连想都没想就回了句 喜欢 非常喜欢 与此同时 皇宫内小皇帝并奄奄地躺在床上 这才行 见到锦王与沐优越来 小皇帝揉了揉眼睛 叔叔 姐姐 你们来了 沐优越见小皇帝醒来便上前问道 皇上竟然身体可好呀 有没有按时吃药呢 小皇帝鼓着腮帮气呼呼 我身体好得很 倒是姐姐好久都没来看证了 文言沐优越弯腰将小皇帝扶起 姐姐最近比较忙 对不起吗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吧 当摸向小皇帝卖国时 沐优越瞬间眉心皱起 皇上 你这段时间没有乖乖吃药了 小皇帝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碍于心虚还是低下来 此时锦王沉着脸 凶巴巴地盯着小皇帝 老实交代 不许说话 为什么没吃药 小皇帝偷偷瞥了一眼 并小声嘀咕头 我不喜欢喝药 所以每次我都偷偷倒掉了一心 文言锦王阴森的目光 如锐利的刀锋一般 从蒋公公身上跑 蒋公公吓得直接跪在地上 是奴才失职 请锦王殿下降罪 小皇帝见状赶忙求情 叔叔 是我自己偷偷倒掉的 和蒋公公没有关系 你不要怪他 锦王淡淡撇了一眼 雇主不利 你自己去找盛行司令 蒋公公如获大赦连忙点 奴才这就去领罚 小皇帝看着蒋公公离去的背影 眼眶突然红了起 没想到自己偷偷倒掉 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锦王转头淡淡地看着小皇帝 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侄子 他没有尽职 自然该罚 小皇帝此时意识到错误 叔叔说的没错 是朕不乖 要是乖乖喝药的话 就不会连累蒋公公受罚 慕幽月将这一目尽收盐 伸手被小皇帝擦了擦眼泪 皇上 再辛苦这段时间 等你身体康复了 以后就不用每天喝药 臂旁锦王轻笑一声 慕幽月这小怪物平日里凶巴巴了 红起孩子倒挺温柔的 小奶包身为皇上却身犯欺负 就连宫内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而他只是把了下脉便能说出病气 小皇帝听后眼角泛起痘大的泪话 姐姐 我这病还可以治好吗 慕幽月捏了捏小皇帝的脸结 当然了 姐姐是神医吗 一定可以帮你治好 文言小皇帝瞬间开心情 伸手和慕幽月拉钩保证 我以后会好好听姐姐的话 姐姐 我想要抱抱 臂旁锦王脸上挂着些许个月 臭小子还挺得寸进食 我还没被抱抱呢 你就抢我前面了 此时小皇帝眨眨眼睛 姐姐 朕喜欢你 总觉得姐姐身上有娘亲的味道 你以后可以每天都来陪朕吃药吗 慕幽月顿了一下 算了算时间也不是不可以 随后便答应下来 得到同意 小奶包更加开心了 当即钻入慕幽月怀中 带到小皇帝睡着后 慕幽月转头看向景 看来以后我每天都要往你这跑一趟 文言锦王心中窃喜 可表面上还是淡淡说了句 本王倒是无所谓 你能搞定你爹就行 正当二人准备用膳食 林青突然及时禀报 殿下 慕小姐 大理寺少卿和裴大人 已经将案件梳理差不多 今夜子时就准备上离家抓人了 慕幽月咬了咬口中的筷子一脸八卦 看来和我之前推测的差不多嘛 说罢慕幽月起身便准备告词 今天晚上一定很壮观吧 那我可得去凑个热闹 临走前还向锦王挥手谢道 多谢殿下送的礼物 锦王一脸随意 你喜欢就好 慕幽月走后 锦王摸了摸下巴感叹道 小小年纪还挺爱凑热闹 身后林青心中不经嘀咕 我赌一条活动 殿下今晚也一定会跟过去凑热闹 京城出兵无数禁止为抓捕一位贵妇 只因他在城内滥杀数千无辜百姓 然而这也和慕幽月事先推测的相差无几 随即他便起身于锦王告辞 准备前往离家看热闹 与此同时 一队大理寺官兵将离府门前围的水泄不通 小四上前拍响离府大门 管家推门便怒斥道 深更半夜 你们大理寺饶我离府清净 到底意欲何为 文言小四直接掏出令牌 贵府夫人曹氏涉嫌满凶烂杀无辜 一律逮捕审问 说罢不等离府管家回答 小四挥手示意官兵冲进府内 证据确凿 今夜大理寺同京赵尹 凤锦王赵令前来拿人 曹氏被抓的时候一脸惊苦的尖叫 放开我 你们要做什么 此时离启安也闻讯赶来 曹氏见到离启安便大喊救命 老爷 救命啊 离启安指着小四便喝赤头 大胆目警欲 你可知道擅闯离府是何罪名 小四笑了笑 曹夫人与一起杀人案有关 大理寺依法办事 还请离大人不要妨碍办公 否则一并收押 随后小四直接站在人群中量出令牌 本官积押曹氏赶赴大理寺受审 若而等负于顽抗 按照宣朝律法一可当场诛杀 说罢小四便投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身后离启安说起来也算是小四的救救 这回竟然被这矛头小子给捧住 角落里 慕幽月躲在树下 看着曹氏就这么被绑了回去 不由自言自语笑解 四哥也是腹黑的 就在这时 锦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并且传来一道清幽的声音 腹黑金是什么意思 这可把慕幽月给吓了一天 一回眸便看见锦王正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他身边 吓死我了 你是鬼吗 高冷殿下竟然还是撩妹的一把好手 不料对方玩的就是一手欲擒步骤 就当慕幽月躲在墙角看热闹时 锦王突然冒出 看热闹怎么不带上我 慕幽月转头瞬间被吓一条 你有什么大病吗 想吓死我呀 锦王逐渐凑近 眼神中透露着一抹戏谑的光芒 不就是不小心吓到你 怎么还骂人吗 此时慕幽月羞红了你 像只兔子一样瞬间炸毛 我才没有骂人吗 你怎么又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出来吓人 地旁云青狗粮吃饱了打个哈几 你俩能不能痛快点 整天装作不小心偶遇 看得我都无聊了 与此同时 李府门前围满了群众 那不是黎将军的儿媳吗 他犯了什么重罪 竟然让大理斯这么晚来抓人 锦王和慕幽月站在人群后方 听着议论纷纷 这曹夫人好歹是少卿大人的救母 少卿大人办案果然刚正不畏了 实乃百姓之福 待到人群散后 慕幽月转身告别 我先回去休息了 再见 身后锦王闻言道 便已深 本王亲自送你回去 慕幽月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不用 我认路 这要是被木像看见了 跳进黄河也喜不清 正要走时 锦王的血域灰狼突然摇着尾巴走了过来 当慕幽月和灰狼眼神对上了一叉 他又转身扒了扒紧往后背 夜确实有点深了 要不你还是送我一下吧 回到慕幅时 二哥在角落揉了揉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大半夜的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可是今天也没见妹妹出门呢 难不成半夜还要进宫给小皇帝看病吗 此时二哥一脸惊苦 坏了坏了 他们俩该不会看对眼了 于是二哥便想起了木像 如果让老爷子知道这事 他肯定一哒二闹三上边 老爷子和锦王 可是向来如仇家一般不对 一直等到慕幽月进门后 二哥满脸尴尬的来到锦王面前 殿下 我有事要跟您商量 见到二哥这副熊样 锦王摸了摸额头并叹了口气 成天吊了锒铛的你还能有什么事 二哥朝锦王露出一抹灿烂感激的笑容 同时又有些不好意思 多谢殿下深夜送舍妹回家 这段时间您对他的照顾 属下也是看在眼里 就是不知道 殿下可是对我家妹妹有什么想法 锦王瞥了他一眼 刚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 随后立马换成一脸开心 但表情中还带着一丝不耐眼 算了 他本来就是 不能再逗他了 锦王低头装作认真道 你想多了 本王不过是平日有些无聊吧 刚好他能陪我打发一下时间而已 况且我和他还扯不上那些所谓的男女之情 你放心就是了 本王还想让沐相多活几天 犯不着抢他宝贝女 二哥在一旁听得一脸认真 说罢锦王便转身离去 他摸了摸下巴不禁吃笑一声 这老二傻不垃圾的就是好评 他本是丞相组的二少女 可他却每天都傻不垃圾的 就连一向严肃的殿下见了都要牺牲 锦王走后 二哥挠挠头一脸傻 喝喝 还不知道自己被锦王耍 次日一早 神里大唐已被百姓惹为的水泄不通 曹氏穿着囚服神情很是慌张 看了一圈都没见离家的人了 难道他们不打算救我了吗 此时小四坐在大唐主位 曹氏 你涉嫌满凶杀人 并以此栽赃嫁祸赤血山 这桩罪名你可认 曹氏肩的嗓子吵小四大骂 木槿玉 我好歹是你的救命 你空口无凭抓人审问 良心何在 小四耸耸肩 经大理寺何时 你通过京城留名李二百 将银票送予亲戚王太后 让他委托封隐阁扮成赤血山的人 在京城屠杀无辜百姓 如今人赃病毒 你还想抵赖不成 曹氏听后眼神闪烁 立刻心紧张地快要跳出嗓子眼 然而他依旧不认 还想做出最后的挣扎 我不认 我要见我们家老爷 我要见我公爹 此时门外突然出现一名黎家侍卫 让一让 李老将军的口语来了 曹氏见状瞬间眼前一亮 仿佛看到了希望 见过少卿大人 李老将军今日身子不适 特派小的前来传上口语 口语代表黎家的立场 小四饶有兴致地笑了笑 请说 他也想看看黎家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 李老将军说了 黎家是代为将 这些年为宣朝出生入死 毕心只为造福百姓 此次夫人曹氏自作主张 令黎家蒙羞 老将军恳请少卿大人 严格按照宣朝律法处置曹氏 还受害百姓一个公道 曹氏听后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黎家是不会放弃我 母亲为帮女儿报仇 沦为阶下请 和女儿却躲在角落 弃他于不顾 就连开堂审判也是他独自应 好不容易等到家中老爷头 没想到口语也是与他撇清关系 对李瑞嫌此番举动丝毫不意外 曹氏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曹氏此刻接近疯癫 我不认错 我女儿被赤血山伤成那般惨状 我身为人母又如何能忍 小四顿时怒赤道 你只想着为你女儿出奇 可曾想过那些惨死的百姓 你买凶杀人栽赃家伙 罪无可恕 此话一出 围观百姓不由流下了动容的眼泪 死去的亲人终于有个交代 话音未落 小四当即拍板 现判曹氏游街示众一拳 与武士押往行场 处以腰斩之行 以警校友 百姓听到宣判纷纷叫好 判得好 就该让京城百姓都看看这毒妇的真面目 那些被杀的村民 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远处 叶露言躲在慕幽月身后不惊夸赞 月月 你四哥做得挺不错吗 慕幽月惊笑一声 我四哥当然厉害 叶露言只向前方笑着问道 好像已经开始了 咱们也过去看看热闹吧 曹氏游街引起全城轰动 更有人朝他疯狂丢鸡蛋 蛇蝎心肠的毒妇 杀人偿命 我儿子未满五岁就惨死荒娇 你是真该死 之前曹氏玩得很好的贵族姐妹 此时也都来看笑话 这不是曹姐姐吗 放着好日子不过 偏偏要寻死 你看他吓得浑身都在抖 角落里 李湘蒙着面纱怒斥道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今天的下场也是你咎由自取 爷爷舍弃你 也是为了保全李家颜面 这时曹氏也发现了李湘 他张了张嘴刚想遭他 李湘却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 直到现在曹氏才明白 人心的梁伯竟然能到这半地 他此刻心如刀剑 自己为了女儿沦落至此 可女儿却弃他于不顾 片刻后 流阶势众结束 百姓们纷纷聚在一起 围观曹氏的腰斩之心 纵刀落下的一瞬间 许多百姓下意识地转头不敢直视 唯独叶鲁言和慕幽运 这两人目不转睛地看着 仿佛在欣赏艺术品一样 下一刻 曹氏直接化成厉鬼飘荡在半空中 形象极其惨烈 当他看到慕幽月时 两人视线刚好相撞 曹氏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慕幽月 你竟然能看见我 说罢曹氏便以极快的速度朝他飞去 慕幽月 你害我惨死 我要杀了你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你还就遭受厉鬼所谓 可他却丝毫不去 反而露出一脸轻笑 眼见曹氏以极快的速度飞来 慕幽月收回手满脸嘲讽 送你一记魂飞魄散 省得去阎王面前受罪了 一旁叶露颜眯着眼睛问道 幽月啊 你刚才是不是看得也挺起劲的 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呢 与此同时 锦王也在阁楼上将这一幕目镜收眼底 小怪物到行还挺深的 不做小刀姑真是可惜了 随着曹氏的事情告一段落 慕幽月也催促叶露颜赶快回赤雪山 叶露颜虽不情不悦 但也只好乖乖听他的话 慕幽月一脸不耐烦 少来这套了 带我过去便是 见到锦王手捧凉茶悠闲地坐在藤衣上 慕幽月脱口而出 锦王好安艳 锦王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跑来看这么血腥的东西 不怕晚上做噩梦吗 慕幽月笑着眯了眯眼 闭脸无所谓 做噩梦有什么好怕的 锦王你的见识太少了 有空多出去走走 锦王端起茶杯朝他看了一眼 你说的似乎有点道理 等有空了还请慕小姐带本王出去见见识明 解下一张字体 随后便递给锦王 慕幽月在一旁八卦道 怎么了 有人来信吗 锦王打开字条纸件上面写着 紫青冠东齐道长已入京 紧接着又将纸条放到慕幽月面前 慕幽月不禁疑惑 东齐道长不是传闻中那个是诗夺权的道士 他入京做什么 莫非是冲我来的吗 他刚回到家 三个哥哥和老爹就递上各种奇珍异本 就连皇上赏赐的玉琢也送给 鉴于家人对自己的宠 慕幽月也拿出万年一剑的叶明珠作为回忆 然而在此之前 锦王将东齐道长进京的消息告诉了慕幽月 慕幽月琢磨半天 不知为何锦王要给他看见 莫非此人是冲自己的 这也让他不由联想起近期发生的各种怪事 自从回京后 暗中捣鬼的家伙都在逐渐冒击 偌大的京城甚至还不如之前的小村庄太平 于是慕幽月赶忙告别锦王准备回府 刚回到家 四双眼睛就齐刷刷地朝他看了过来 除了大哥不在 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 紧接着四人便开始疯狂投喂 并且还都是慕幽月特别喜欢吃的 一时间 慕幽月都突然觉得不好意思 话音未落 慕像扭头瞪着小四 小四 你又拿了人家的东西吗 这镯子从哪来的 小四文言甘笑两声 这是裴大人送我的 案子告破神诉 皇上的赏赐也下来了 这玉镯裴大人用不上 就送给我一表心盈 慕像听后觉得也很有道 于是便从小四手中 抢过镯子塞给慕幽月 这镯子还是我宝贝女儿 带着好看 慕幽月感受到了 老爹和哥哥们的热情 总觉得自己每次 两手空空地回来也不好 随后他便拿出 四颗橙色绝佳的夜明珠 二哥满脸不可置信 惊讶地用手指了指自己 这是送给我们的吗 众人接过后 就连见多识广的小四都很震惊 这夜明珠是用紫月精识制成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无价之宝 小四意味深长地看了慕幽月 什么情况 妹妹竟然是个小富婆 可慕幽月心里还在担心 爹爹他们该不会嫌弃这东西 慕像笑得一脸灿烂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这太贱外了 文言慕幽月又将手伸入袖口中 二哥三哥 你们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这里还有其他的 二哥听后赶忙回道 喜欢喜欢 只要是妹妹送我们 哪怕送路边的石头 二哥都行 与此同时 养女刚好从门口录过 听着里面一家人的欢声笑 她满脸英识 父亲和哥哥们都有礼物 偏偏没有我的在 慕幽月这是在故意排挤我吗 她本是丞相收留的养女 却认为自己就是 丞相府中名正言顺的千金 就在慕幽月给几位哥哥 和老爹分礼物时 养女刚好从屋外露 听着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 她气得咬牙切齿 大家都有礼物 为什么没有我的 慕幽月是在故意排挤我吗 此时丫鬟进入膳访笔报 老爷 蕊小姐在门外求见 听到是养女来了 慕像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由于半天还是开口让她进来 话音刚落 养女便一瘸一拐 推门而入 蕊儿见过义父 还有几位哥哥和五小姐 可桌上几人表情却很是冷漠 二哥夹着菜直接闭眼无视 三哥朝他淡淡看了一眼 慕幽月则直接把玩着手中的包子 慕像见状有些尴尬 指着一个空位便招呼道 蕊儿 还没用膳吧 坐着一起吧 养女文言顺势做起 装作一副乖巧懂事的门言 这段时间蕊儿受伤 没能给义父请安 还请义父恕罪 看看他此时此刻的脸色 然而慕幽月却很是淡定 面无表情地继续夹菜吃饭 这下可把他给气坏 装什么装 这时慕像开口问像养女 对了 咱们有段时间不见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 提起腿上他瞬间红了眼眶 多谢义父关心 现在已经好多了 这两天勉强能下床走动 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时不时就受伤一次 一旁二哥看不下去 放下碗筷便起身说道 我吃饱了 先走了 小四见状也赶忙跟上 二哥 三哥好久没和你下棋 咱们一起 三哥和慕幽月见他俩走 也站起来朝慕像说道 我们也吃饱 爹 你慢慢用膳 看着孩子们都纷纷离喜 慕像心中也很无奈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碗水根本端不平 见众人离去后 两女忽然低头小声抽气 慕像健壮赶忙询问缘友 两女一边擦泪一边哭诉 义父 哥哥姐姐们好像都不喜欢 鬼儿家在中间 是不是让义父为难了 慕像到底也是心惹 傻孩子 人活一世 不一定非要让所有人都行 堂堂正正 活得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两女低头露出一丝音效 她等的就是这句 义父对我真是太好 刚好蕊儿还有一事相去 听说现在绸缎生意特别好 蕊儿也想来试试 恶毒养女为增加中地位机关散尽 对着养父就是一顿哭诉示弱 孔一律茶见了都知乎内好 慕像见词也是心软 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后说 话音刚落 养女便上前说道 不知义父能否把城北的那家闲置铺子借给了 我想开一个绸缎铺子 他心里明白 自己如果不主动索取 那些东西是永远也轮不到他 不如趁他心头愧疚时开口要了 慕像稍微迟疑了一些 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的 行啊 你有兴趣拿去便是 此话一出 养女满脸的开心 多谢义父 果然义父是最好的了 拿到了城北铺子经营群 养女出了膳房 面上止不住的得意 慕幽月有城南的铺子 我的铺子在城北 早晚我会比他拥有更多 与此同时 慕幽月正在医馆接着 待遇难满脸担忧 神医啊 歇业一天 这药材少喝一次会不会影响效果 慕幽月起身将药方逼了过去 放心吧 不会有任何影响 今天给你们加一点别的药材进去 随后便朝医馆门外走去 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二位病女 刚走到门口 陆妙龄果然准时出现 幽月 今天的不要我都喝完了 你手头事情忙完了没 看着慕幽月玩好无所 陆妙龄暗骂离乡真是个废物 擂台赛没伤到她半分寒毛 还弄得曹氏被腰斩 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 慕幽月一脸和善地问道 上回的不要都喝完了吗 感觉如何 陆妙龄满脸娇羞 确实有效 殿下最近都在我那里夜宿 连心进门的小妾都不怎么搭理 慕幽月听后算了算时间 我再给你开点药 下一次等六天后再来 陆妙龄准备走的时候突然想起 六日后是太后娘娘的五十大首 道师朝中大宴 恐怕那天没时间 慕幽月则喝了口茶淡淡回到 那就七日后再来 陆妙龄微微皱眉 看着她那一副傲慢轻高的样子 看病这般随意 你到底行不行 不知道你整天在骄傲什么呀 太后寿宴那天 不仅离家的人会到场 还有轩柔公主也在 那些人可都是你为眼中钉 我有把柄在你手里 可照样会有人对付 我看你能骄傲到何时 你给我等着吧 身后慕幽月仿佛 早已看破了陆妙龄的那点小心思 她端起茶杯轻笑一声 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浪花 她身为殿下本该家里三千 可如今却被诊断出身换移籍 就在慕幽月刚回到家时 二哥和小四正在下气打了时间 见到慕幽月回来 小四立即放下口中的苹果起身说道 妹妹 你回来得正好 你马上要进宫赋宴了 前段时间我刚好搜刮到一些极品赋宴 刚好可以拿来给你做新医生 慕幽月文言又掏向袖口 准备找点东西当回来 小四见状赶忙上前阻 不用回来 都是自家人 不用客气的 此时慕幽月双手一拍 对了 我今天还没上门看诊了 我得先出去一趟 二哥和慕幽月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随后便开口道 我和你一起去 于是兄妹二人很是默契般地转身离去 只剩下小四一人眼巴巴地留在原地 小四气得直跺脚 果然是回来晚了 妹妹和我都不亲了 小时候她明明最喜欢我才对 出了门后 二哥一脸八卦地盯着慕幽月 慕幽月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二哥终于问出了心中的好奇 这倒没有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和锦王现在怎么走得那么近 慕幽月听后冷汗直流 但又装作一脸淡定 我是帮殿下治疗影集 这并肯定不能和外人提起 所以你懂的 与此同时 正坐在凉亭内喝茶的锦王 刚好发现兄妹二人朝这边走了 锦王皱起眉头瞥了一眼 二哥你怎么也来了 今天没有上街溜达了 二哥心头一紧 锦王是不是怕自己知道他影集的事情 随后一本正经道 查到了一些事情 正好和妹妹一起过来 暗地里二哥一脸邪笑 影集这是确实不好往外说 再加上还是殿下这种身子 我懂我懂 锦王语调清浅了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此时慕幽月也顺势在锦王身旁坐下 这下二哥更懵了 虽说妹妹是自己 但我替你做的那些事情 不是一向不轻易透露的吗 就在这时 锦王又给慕幽月亲自端了杯茶 二哥见到这一面 更是快下巴惊掉了 这锦王还真不拿妹妹当外人 他们俩真的只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他本是京城内有名的顽固子 可背地里却是幻星楼的楼主 慕幽月得知后诧异地看着二哥 幻星楼可是江湖第一情报组织 二哥隐藏得还挺深的 二哥此时缓缓说道 据我收到的消息 那位东齐道长离开紫青罐后 先去了雪阳城逗留两日才前往了京城 锦王闻言剥了个橘子一脸门味 竟然还有这事啊 这平州不就是在雪阳城的管辖范围内吗 说吧锦王顺手将剥好的橘子放在一旁 慕幽月见状两眼放光 脸上写满了想吃 经过锦王提醒 二哥这才恍然大悟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平州旁边不就是小莲村吗 那妖道指不定就是去调查妹妹的事情 三个人心思各异 显然想的都不在同一条线上 慕幽月满脑子都在想着 二哥身为幻星楼楼主的不可思议 此时慕幽月起身说道 你们慢聊 我先去进宫了 说完便朝密道跑去 身后二哥更懵了 他竟然连密道都知道 慕幽月走后 锦王面色脸了几分 继续 二哥插着腰淡淡说道 这老道来京城后 最先去的就是陆家 肯定是去找陆永慧的 二哥越说越气 我觉得此事八成是冲着我家妹妹来的 锦王闻言轻笑 他都不慌 你慌什么 二哥绝了绝子 我这做哥哥的不是怕他受欺负吗 我可就只有这一个妹妹 当然要保护好点 锦王端起茶杯淡淡说道 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 他一身本是天不怕地不怕 王母下凡估计都能被他打个半死 与此同时 慕幽月也来到了皇宫 只见小皇帝早已坐在门口等待多时 看到慕幽月来了 小皇帝满脸开心 姐姐怎么才来啊 郑的腿都蹲麻了 慕幽月接过送来的药 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耽误了 我们先吃药好不好 小皇帝一脸萌样 好呀好呀 但是郑要解禁味 慕幽月让他做好 一勺一勺的耐心喂着小皇帝 而小皇帝也十分听话 张着大嘴酱料全给喝完了 身后蒋公公健壮欣慰地抹了一把眼泪 慕小姐真是体贴入微 也只有他亲自来 皇上才肯乖乖吃药 说罢他赶忙拿出手绢 给小皇帝擦了擦嘴角的残渣 慕小姐可真是人美心善的大救星 老奴巴不得明天天过来 喝完药后 小皇帝直接钻入慕幽月怀中贴贴 慕幽月也是一脸温柔 等你身体好了 姐姐带你去放松这好不好呀 他只是随手送了一个竹边蚂蚱 却能让皇帝感动得痛哭流体 就连小皇帝平时最讨厌吃的样子 在他面前也是乖乖大口 喝完药后 慕幽月将手伸进衣袖 对了 我还给你带了个礼物 随后就像变戏法似的 从衣袖中拿了一个竹边的蚂蚱 小皇帝见状眼前一亮 慕幽月直接将其递了过去 他也不知道小皇帝究竟洗不洗 毕竟是皇帝 见过的稀罕物件太多了 小皇帝兴奋地接过竹边骂着 放在手里一抖一抖 这个是送给朕的吗 可过了会 他的小脸又皱了起来 看向慕幽月心情很是低落 慕幽月满脸疑惑地问他 不喜欢吗 那我下次换一个 小皇帝贬着嘴 我很喜欢 只是姐姐每天那么忙 还要每天进宫来看朕 叔叔说朕最近很不乖 朕是不是太任性了 说着说着 小皇帝泪眼巴巴地就要哭出来 他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慕幽月 也能感受到慕幽月对他的好 慕幽月见他小小年纪如此惆怅 也是不由心疼 皇上虽是天子 可毕竟还是个孩子 别的孩子有 你也会有 等你身体好了 姐姐陪你去放风筝 必听这话 小皇帝果然高兴地不行 好呀好呀 我们一言为定 说吧两人伸手拉钩保证 就在这时 屋外突然传来为太后的声音 皇上可在里面 哀家有话和他说 门外讲公公弯腰说道 皇上刚披完奏折不久 有些泪便先睡下 太后一脸严肃 怎么 哀家说话都不管用了吗 赶快去把他叫起来 说吧为太后伸手 就要将门推开 就在这时 门刚好被小皇帝 从里面打开 小皇帝揉了揉眼睛 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不好意思母后 朕太累了 不小心睡着了 慕幽月则躲在屏风后 听着二人的对话 前段时间 锦王当朝谈讯郑将军 可郑将军到底是为了 宣朝立国打风 哀家寿宴将军 还望皇上下旨 放郑将军一门 以脸让朝臣心喊 提及此事 小皇帝表示 曾听叔叔说过 郑将军背后结党隐私 有谋逆之嫌 这话仿佛激怒了魏太后 他直接重重地 拍在一子俯手上 简直荒谬至极 郑将军为宣朝立下 汉满功劳 锦王他就是个大奸臣 给宣朝立过什么功劳吗 皇上若是连这件小事 都做不了主 那不如趁早让嫌吧 慕幽月听后皱了皱眉 这太后竟然逼迫 他紧张地揉了揉手 郑不能答应 郑要听叔叔的话 就在这时 锦王突然从小书房 缓缓走出 满脸阴沉地质问道 为什么要让写 太后娘娘莫非也想 效仿花圣梦 想自己称帝不成 魏太后刚想开口狡辩 锦王便滋不滋地说道 早闻郑将军与太后关系飞起 今日一见 果真不仅 闻言魏太后立刻否认 哀家作为一国太后 礼当让天子明辨是非 这样才能让满朝文武幸福 锦王转头盯着魏太后满脸清晓 照这么看来 那就是本王错怪太后娘娘 话音未落 锦王忽然转身 将手中的毛笔朝一旁的 阎嬷嬷嬷丢去 一瞬间 毛笔如立剑般 从魏太后身旁迅速划过 下一秒 毛笔直接刺入阎嬷嬷嬷后间 慕幽月在屏风后 也不由瞪大了双眼 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王生气 随着一滩血水渗出 阎嬷嬷嬷也彻底结束了生命 魏太后被吓得花容失色 他立即站了起来 魂身哆嗦 不可置信地看着锦王 变弦锦一大胆 小皇帝在一旁 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 叔叔生气了 好可怕呀 锦王走到魏太后面前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手滑了 可他那傲慢的神色 却一点也不收敛 小皇帝这时慌慌张张地跑到锦王身边 拉着他的衣袖说道 叔叔 啪啪 锦王闻言轻问一声 来人 将这老婆子的尸首拖出去 挂在御花园的清凉台室中 魏太后此时脸上直冒冷汗 那奴才贸然叫醒皇帝却不对 但这也不至于动手杀人了 魏太后刚要张口说话 突然感觉心头一阵巨动 随后身体往前一挡晕了过去 锦王见状连个正眼都没给 赶紧拉出去 别吓着皇帝 讲公公闻言赶忙掺着魏太后向门外载去 小皇帝紧紧靠在锦王身边 如果今天不是锦王及时赶到 恐怕又得被欺负 他满脸欢喜地看着锦王说道 谢谢叔叔 我就知道叔叔最同我 锦王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自作多情 停封后 慕幽月双手抱拳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锦王好厉害啊 在下属实佩服 锦王吃笑一声 阴阳怪气 他只是随手丢出一只毛笔 却能让当今太后吓得花容失色 只因他将太后身边最信任的摩摩给杀 慕幽月健壮表情很是凝重 今天闹了这么大的事出来 恐怕明天大街小巷的流营 不知又要把锦王传成什么妖魔鬼怪 此时小皇帝用力地抓着锦王衣袖不可放 锦王低头语气略带呵斥 你想干什么 只见小皇帝可怜巴巴地抱着锦王胳膊 叔叔 我害怕 刚才阎摩摩死的时候太吓人了 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 锦王文言当即一口拒绝 不能 可小皇帝像马皇一样死死地抱着锦王 不要啊叔叔 我一害怕就会做噩梦 我一做噩梦就会哭 我一哭就会害怕 小皇帝手里抓着竹边蚂蚱 像个树带熊似的爬到锦王肩膀上 锦王转头碰巧见到了这只蚂蚱 他表情凝重思索片刻 随后直接将竹边蚂蚱抢过来 借我晚两天 小皇帝绝了绝嘴 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睡两天 锦王一脸嫌弃 你睡地上 听到这话 小皇帝闹得也没那么凶 老老实实地蹲在锦王头底 三人缓缓向外走去 与此同时 二哥在屋外早已等候多时 看到他们这一幕 二哥乱想归乱想 但还是上前给小皇帝请了 见过皇上 小皇帝笑眯眯地看着二哥 不用客气 姐姐的哥哥你好 木幽月听后赶忙上前拉住二哥的手 二哥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紧回家吧 临走时小皇帝朝他们摆个摆手 姐姐再见 有时间还来找我玩呀 我会乖乖听话等着姐姐 锦王站在原地嘴角疯狂上摇 一直在把玩着手中的竹边蚂蚱 随后他将竹边蚂蚱放在鼻尖嗅了秀 没良心的小怪物 就不知道多买一个送给我吗 与此同时 木像刚回到家便气冲冲地把官帽扔在地上 真是气死我 锦王这个奸臣真是越发目中无人 昨天竟然还杀了太后身边的阎魔们 木幽月见状赶忙把地上的官帽捡起来 他其实早就做好了心理准 这件事根本就瞒不住了 木像气得面部都快拧去了 那可是太后身边的人吗 他就这样杀了 再这样下去宣朝迟早得赶心眼 还专挑太后寿宴的接骨眼和人作敌 他就是缺心眼 随后转头看项木幽月 似乎做好了决定 你的毒药研究好了没 要是没有研究好 我今晚就出去买点T霜 我一不做二不休 弄死他算球